第1061章三年之约 怎么 你们这些人 又长了胆子 想违抗本少了不成 嗯 暴力上空的石峰 望着下方一片沸腾的莽龙族人 冷冷开口 说道 跟着 他又将目光凝视在了那莽龙族族长的身上 道 老不死 这条大蛇 你不准被骄了 是吧 不 不是 一听石峰的话 莽龙族族长的面容露出了苦涩 对着石峰摇头 跟着他转过身 又望了望身后一片沸腾的莽龙族人 在莽龙族人的心中 其他的东西或许都还好说 但是有关于先祖留下的圣物 最终 面对着上空压下的无形威压 莽龙族族长还是再度抬起了头 而就在他准备开口之际 突然之间 远处的虚空 响起了一阵悠悠清脆 婉转动听 如山间泉水般清澈 听着毫无杂质的少女声音 这位贵客 此乃我莽龙族先祖留下的护族灵兽 确实不能给您 还望您见谅 这片天地间的人 当听到这道少女声音之后 一道道目光 旋即朝着那片虚空望了过去 石峰俯视下方的脸面 也跟着缓缓抬起 直视前方 石峰看到 飘渺的白雾之间 一道看似轻盈的白色身影 在雾间若隐若现 朝着自己这边缓缓舵步走来 这是一个看上去与自己年龄相差不大的少女 身着白衣 肌肤似血 长着一副异常甜美的面容 浑身上下透着高贵的气质 此刻她也正望着自己 被自己录着淡然的浅笑 石峰望着这舵步走来的少女 再次冷然开口道 如果本少 非要将那条孽婿给带走呢 这条黄色大蛇 乃是蛇人一族的黄黎蛇身 石峰必须要带走 谁要是反抗的话 那便灰飞烟灭 这 那脸上带着浅笑的少女 以为自己出现后 这个少年 怎么也会给自己几分情面 却是没有想到 她竟然还是用着那副冰冷的语气 对自己说话 这跟自己原来想象的 可完全不同 一时间 少女美丽的面容一争 说出了一个这后 也不知道再说什么 那个莽龙族族长 原本以为自己这个帽美的女儿出现后 形势会有所好转 毕竟大家都是男人 而且她还是一个血色方刚的少年 在她这个年龄 应该最容易受到美色的诱惑才是 可是却没有想到 这个少年见到自己的女儿后 却好像根本不为她的美貌所动 想起发生在前段时间的那件事 自己族中的少女小米 美貌虽然说跟自己的女儿长山无法相比 但是那充满着野性的容貌与身体 特别是那挺翘的圆臀 整具身体也是有着一番别样的诱惑 但是小米被她掳走一个晚上 再回莽隆族 竟然仍旧带着清白之身而回 难道说这个小子 不喜欢女人不成 莽隆族族长 在心中漫漫想道 跟着 莽隆族族长缓缓地转过了头 望向了身旁的大统领莽达 要说男子气概阳刚之气的话 自己这莽隆族的汉子倒是很多 本少数道三 如若不交出这条涅序 那么你莽隆族 就没有存在的必要了 本少 说到做到 一 这时 时封的目光在一次望向了下方 冷冷开口 语气之中 已经透着冰冷的杀意语决然 不容许任何人再抗拒自己的命令 不 灵兽不能交 这是先祖留给我们的护族灵兽 不能交给他啊 接着 莽隆族人的声音在而响起 他 这一刻 莽隆族少女常山 脸上带着复杂神色的望着前方这个少年 他冷静的面容上 带着冰冷 决然 如此的霸道 如此的年轻 如此的天赋 说实话 在自己的这莽隆族 没有一个男人可以让常山看得上 自己看得上的男人 也只有那些传闻中 出自强大部落 跟自己年龄差不多的少年天骄 如强大的黑鸭族部落少族掌白牙 如强大的天龙族部落少族掌龙线 行风族部落少族掌行鸥 这片落山大荒的霸主 公孙家三公子公孙元 听说也是个年纪轻轻 天赋绝佳的男子 而此刻前方的这个少年 与那些天骄们比起来 也不遑多让了吧 二 这一刻 时风再次开口 冷冷地说出了二 我现在 便将我莽隆族的护族灵兽献上 这一刻 莽隆族组长在上空 这少年的威压之下 终于做出了决定 心念一动 吼 被他踏在脚下的这条黄色大蟒 张开大嘴 露出凶恶猙獰之色 发出了一声大吼 每一代的莽隆族组长 都与这护族灵兽之间 结地主仆契约 所以自然而然地 这莽隆族组长 心念一动 这黄色大蟒便可感应到 随后 这巨大的黄色大蟒 带着莽隆族组长 朝着上空飞腾而去 啊 不要啊 这护族灵兽 可是先祖留给我们的啊 这 这怎么可以啊 这是我们莽隆族的护族灵兽啊 莽隆族众人听到他们族长大人的话后 便见到族长大人与护族灵兽 飞腾向上空 一张张脸上流出了悲痛之色 就好像他们 做了一件很对不起先祖的大事一般 哎 跟着 人群之中也有一阵阵的叹息声 想我莽隆族 在这片落山大荒 不说很强大 但也是外人不敢轻易来犯的存在 近日 竟然受这么一个少年胁迫 就连先祖留下的户族灵兽也都交了出去 变强 我一定要变强啊 近日我莽隆族所受的这些耻辱 他日便由我莽星 来讨回 莽隆族人群之中 有一名少年双拳紧握 兴颤着身躯 望着上空中的那道身影 狠狠说道 然后 莽星目光一移 已到了那道白色倩影上 再次暗暗尼南 常山 你说过 只要我莽星三年之内不入伴神之境 你便考虑与我在一起 你等着我 这叫莽星的少年暗暗说着 然后悄然地离开了这个千人所在的人群 毅然地走向了他想要走的那条路 第1062章少女想他留下 黄色大蛇如黄色飞龙般飞腾而上 莽隆族族长就站立于那条黄色大蛇的舌头之上 很快便来到了石峰的身前 石峰望着前方的莽隆族族长跟那条黄色大蛇 说 本少也不是不尽人情之人 只要你们事项不要找死的话 本少也不会无缘无故地杀你们 听了石峰的话后 莽隆族族长露出一副认真的模样 对他点了点头 随后低头望了望身下的这条黄色大蛇 他也是在心中暗暗一声轻叹 这条护族大蛇除了是仙祖留下的护族灵兽外 还是一头一心伴神之境的蛮腰 有他在的话 莽隆族等于说是有两名伴神之境的强者坐镇 这条大蛇如果被这少年所夺 自己的实力 以及整个莽隆族的实力 都将大跌 但是在这杀神面前 自己又哪里敢反抗 那个暗黑雷球如果再度出现 可将自己轻易轰叶 紧跟着 莽隆族族长载而心念一动 哦 他身下的那条黄色大蛇 仰天发出了一阵怒声大吼 他们莽隆族世世代代在这条大蛇体内所留的印记 在这一刻彻底破去 嗯 见到这老头服从了自己的命令 时风还算满意地微微点了点头 跟着 身形缓缓移动向前 吼 吼吼 吼 这条黄色大蛇 虽然说已经进化至了一星半神 但是它仿如是比较特殊的存在 即使拥有一星半神的力量 但是灵智却根本未开 就如同一头普通的凶恶野兽一般 此刻脱离了莽隆族多年的束缚 它连忙张开大嘴 仰天凶恶地大吼着 见到前方缓慢飘移而来的时风 张开的大嘴 吐着石杏 拳击间 黄色大蛇喷吐出一股狂烈的黄沙风暴 朝着石峰狂猛的席卷而去 哼 见到席卷而来的黄沙风暴 石峰根本不畏所动 继续朝前而行 身上闪耀起了阵阵暗黑色雷光 显现出两道暗黑色雷霆在身上游走 石峰的身躯 旋即穿入了那狂烈的黄沙风暴之中 而紧接着 那股看似无比狂烈的黄沙风暴 竟然瞬间消散地无影无踪 原本看似被黄沙风暴吞噬的时风身形 再而显现了出来 它依旧是一片淡然之色 经历了刚才那狂烈无比的黄沙风暴 就好像什么事情都没有发生过一般 吼 紧接着 那条黄色大蛇 再而大吼着 这一次 张开的大嘴 露出了两排锋利如长剑般的猙獰雕牙 直接向石峰咬了过来 哼 烈絮 剑道本少 竟然还敢如此嚣张 望着那凶猛咬来的黄色大蛇 石峰冷恒出声 这时 整个人都闪耀起了暗黑雷霆 化为了一个暗黑色雷人 而那条黄色大蛇张开咬来的大嘴 旋即将石峰给咬入到了嘴中 但是就在它的大嘴猛然合避之时 这道巨大的黄色身躯 顿时发生了剧烈的抽搐 巨大的黄色蛇身之上 还有一道道暗黑色雷霆在上面闪动 吼吼 吼吼吼吼 黄色大蛇紧闭的大嘴连忙张开 它又发出了一声又一声的痛苦大吼 而这时 巨大的黄色身躯又猛然间一阵 化为暗黑色雷人的石峰 在它嘴中猛然一踏 吼 又是一阵剧烈的大吼 黄色大蛇颤动着巨大的蛇身 在虚空中痛苦地翻滚起来 而这时 石峰身上的暗黑色雷霆已经散去 从它的大嘴之中悠悠剁步走出 踏在它的蛇身上 石峰的右掌之上 一道懸傲的森白色符纹浮现 然后朝着脚下的黄色大蛇 一掌拍打了下去 森白色符纹瞬间飞射入黄色大蛇的体内 接着又是一阵震如猛兽般的大吼声响起 这条黄色大蛇与石峰的主仆契约成功地缔结完成 网龙族组长从刚才黄色大蛇喷吐出黄沙风暴时 身形便朝着远处闪避开 护在了女儿常山的身前 望着石峰整个过程 都如细细一般将自己网龙族的户足灵兽降服 网龙族组长的心中 暗自在庆幸着 缓缓地说了一口气 他庆幸着自己还好没有犯傻 去与他为敌 他的力量简直是深不可测 估计三个自己与这条户足灵兽 都不是他的对手 他竟然如此的强大 组长身后的常山 也是从头到尾望着这个人 轻描淡写地将户足灵兽给收服 难怪就连自己强大的阿爸 都对此人如此的忌惮 这便是这些天骄人物的风采吗 这不就是自己一直想要在一起的天骄吗 这对了 黄色大蛇与石峰主仆契约闭结下 吼叫声停下 已经彻底地安静了下来 石峰脚踏黄色大蛇那颗硕大的舌头上 望向前方 继续开口道 上次你们网龙族跟我一起的少女 不知他是否在 少女 网龙族组长一听石峰的话 跟着立即反应过来 道你说的是小米 什么小米他来我们网龙族 竟然是来找小米 当长山听到石峰与他阿爸的话后 心中一惊 接着心中满满不是滋味 这种天骄 他怎么可以来找那个小米呢 要论姿色 他小米 又怎能急得上我 而且他 刚才面对我时 竟是那副满满的冰冷之戎 本少不知道他叫什么 就是那天夜里 本少将他从你们网龙族部落带走的那女孩 石峰说 网龙族组长对着石峰点了点头 道 他就是小米 小米他 小米他碰巧有事 今天早上刚告诉我 书要离开组中一些时日 网龙族组长的话说到一半 那个长山抢先开口说道 听到长山的话后 网龙族组长对着石峰点头 说 小米一直跟小女长山一起 他的行踪 小女比我要了解 哦 那么你是否知道 他什么时候回来 石峰望着组长身后的白衣美女长山 问他道 他有很重要的事情在身 具体什么时候回来他没有说 长山对石峰说 接着他又道 要么您在我们网龙族先歇上一些 我命人去换他回来 你看如何 当网龙族组长听到女儿的话后 星立即跟着一颈 暗道 女儿啊 这种杀神 应该早点送走才是 你让他留下来干什么啊 第1063张郎彩女帽 听到前方这网龙族少女说 那也被自己带走的少女不在网龙族 石峰双眉微微一拧 跟着又开口 问他们道 你们可听说过天恒大陆 石峰记得 那天夜里那个少女对自己说过 她也是多年之前 在他们族长的家中整理书籍时 才发现那么一本他们先人留下的古卷 自己要找那本古卷 也不一定通过那个少女 或许眼前那本古卷的主人 更加了解天恒大陆 知道那本记载天恒大陆的古卷在哪 但是紧接着当听到石峰的话后 那网龙族的族长跟少女长山 面露茫然之色 摇了摇头 网龙族族长道 天恒大陆 这是什么地方 我从没有听说过 我也是跟着 少女长山也是跟着开口 就连她的阿爸都没听说过 就更别说她了 那个女孩曾对我说过 她是几年前帮你们家整理书籍时 无意中发现了一本记载着天恒大陆的古卷 你们的书籍都堆放在哪 待本少过去 既然他们不知道 而那个少女也没在 自己直接过去翻找便是 自己有强大的灵魂之力 就算是一屋子的书籍 都可释放灵魂之力急速翻阅 那您请跟我来 听到石峰说要进入自己家中找书 就算这网龙族族长心中不愿 但又岂敢当着她的面拒绝 连忙应声道 看来这尊杀神 一时半会真是走不了了 说完之后 莽龙族族长的身形 朝着下方缓缓地下落 为石峰带路 见到那莽龙族族长有了动作 身形心念一动 脚下的那条黄色大蛇 旋即张开大嘴 发出了一道怒声大吼 带着石峰 也往下方落去 而这时 那个叫长山的莽龙族少女 白色身形飘然而动 飘落到了石峰的身旁 与石峰一同站立于这条黄色大蛇的舌头之上 长山对着石峰点头奄然一笑 看似爽朗地笑着说道 我叫长山 你呢 既然对方对着自己笑 石峰开口回答道 石峰 石峰 没有想到 我们这片大荒 出了你这么一个天骄 石峰 你的名字我以前虽然没有听过 但是我相信 这个名字 很快便会想撤整片落山大荒 长山对着石峰说话之时 脸上一直带着甜甜的笑意 长山有股欲感 站在自己身旁的这名少年 就好像一颗即将冉冉升起的星星 你们这片大荒 虽然知道我名字的人没有几个 但是知道我事迹的人 估计不少了 听了那少女的话后 石峰又开口道 跟着 石峰补充道 想必再过不了多久 你们这片大荒 知道我的人 将会更多 自他那叶从严族部落出来后 周边的一些部落 都知道了这么一个少年 当黑袍人出手 杀死地族部落的少族长地义后 地族至宝大地神中被夺 得知这少年的人 已经越来越多 而石峰更加知道 那个对自己恨之入骨的 大荒城城主公孙太映 还有那个出自古厄山势力的青衣少女 当他们从那片远古遗迹里出来后 定然要对自己进行高额的悬赏 以他们的影响力 到那个时候 自己估计要在这片大荒家喻户晓了 而长山听到石峰的话后 不知石峰话中有话 以为他跟一个寻常少年一样 对着自己未来的坚信 跟着 长山对着石峰唯唯点了点头 依旧笑着说道 我相信 你一定会的 该死啊 你 慈恨 我记下了 距离莽龙族部落不远的一处大地中心 一名莽龙族少年沐浴在烈焰之下 双拳紧握 望着莽龙族半空 咬牙切齿地恨恨说道 这个少年 便是悄然离开人群的莽龙族少年 莽星 莽星已经做出了心中决定 毅然决然地踏上他的历练之路之前 想回过头望一望自己的故土 望了望那个心爱的他 却是没有想到 那个丧心病狂的畜生 竟然贪图他的美貌 在打他的主意 莽星自然而然地认为 他肯定受到了这个畜生的逼迫 才会离他如此逼近 没用 我莽星真是没用啊 我真是葛废物 我竟然连他都无法保护 我恨啊 莽星抬头仰天 发出了一阵悲痛的哀嚎 这一刻的他 无比地渴望力量 而紧跟着 莽星的身上 突然一股强大的气势冲天而起 在悲痛 在对力量的渴望之下 他竟然突破了一直以来 无法突破的瓶颈 拥有了九星地级之力 他们莽龙族 又多了一名拥有九星地级力量的强者 我莽星 一定会回来的 暴力于黄色大蛇舌头之上的石锋 随着大蛇的下落 大地之上 连绵不绝的石屋建筑群 离得石锋越来越近 这一座座石屋 高大无比 仿佛一个葛巨人一般 屹立于天地之间 这些看似简陋高大的石屋 便是莽龙族人所居住的房屋 看到这些石屋 倒是让石锋想起了天恒大陆上的一个异族 蛇人异族 生活于沙漠中的他们 也是打造石屋而住 不过蛇人异族的石屋 却没有这般高大 差不多半年过去了 自己血石碑中的空间中 还有一名蛇人族少女 静坐虚空 安静地在修炼 这半年来 紫雅日也跟那三头大蛇在一起 五道修为土飞猛进 随后 黄色大蛇跟随莽龙族部落族长 落在了中心处一座最高最大的石屋前 这座石屋 一看便是与众不同 仿如石屋中的帝皇一般 必然是这个高高在上的族长家了 持风心念一动 脚下的黄色大蛇 旋即闪耀了一阵庞大的血色之光 当血色光芒落下之后 这条黄色大蛇 已经被石峰吸入到了血石碑的空间之中 您请跟我来 当莽龙族族长对着石峰恭敬地说完这句话后 便领着石峰往高大的石屋中走去 不过当这莽龙族族长忽然留意到自己的女儿长山雨跟少年走在一起时 忽然觉得他们两人年龄相差不大 郎才女貌看着倒还真是挺般配的 自己的女儿乃是这片洛山大荒排名第三的美女子 而这个少年年纪如此年轻 便拥有如此恐怖的力量 今后的成就 定然无法想象 只是 只是他 到底是不是那邪恶的山屋族人呢 第1064张强大的四头大蛇 一片无边无际的空间之中 红蓝紫 一条有着三种颜色的三头大蛇 盘着巨大的蛇身 静静地悬浮于虚空之中 而在最右方的那只紫色大蛇的蛇头上 一道娇小的身影 一名俏丽可人的少女 盘着他身下的紫色蛇尾 双手截地一道玄奥古老的手印 吸收着这三头大蛇散发出的一股奇异之力 再默默地修炼着 蛇人族少女子雅 自从上一次在北域与石峰相遇后 便一直在石峰雪石碑中的这片空间里修炼 这半年来 无论外面发生了多么激烈的大战 发生了多大的变故 撞上了多大的凶险 他都完全不知 只在这静静修炼着 而这半年来 他的修为确实是土飞猛进 原本他们没落的蛇人一族 武宗强者也不过只有那个祭司老玉卡来 而此刻 紫雅身上所散发出来的气息 竟已达到了五尊之境 如今他们蛇人族竟然出了一个五尊之境的强者 如果紫雅此刻出现在蛇人族领地的话 那么那些蛇人族们 定然是难以相信 可能还以为见鬼了 咦 而就在这时 紫雅为必的双目忽然打开 一道惊疑之声 从他的嘴中响起 跟着 紫雅低下了头 望向了身下 他突然感应到 自己身下的这条三头大蛇 产生了奇异的波动 怎么了 蛇神 感应着三头大蛇产生了奇异波动 紫雅开口问道 再紧接着 红色大蛇 忽然闪耀起了璀璨的红色之光 蓝色大蛇 闪耀起璀璨的天蓝色光芒 紫色大蛇 闪起如雷霆般的紫色之芒 吼 三头大蛇的三个蛇头 仰天发出了剧烈的奇声大吼 吼 忽然之间 上空之中 也响起了一阵如猛兽般的吼叫声 嗯 听到那阵吼声 在而感受上空传下来的奇异之力后 紫雅在而一惊 然后抬头望向上空 顿时间 一道闪耀着剧烈黄色光芒的巨大身躯 映入到了紫雅的眼帘之中 这 这是 紫雅的脸上 浮现了极度的欣喜之色 他明白了 刚才三道蛇神的分身 为什么会发生异动 太好了 黄黎蛇神 小丫头笑咽如花 满是欣喜的说道 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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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接着 一道又一道仿如野兽般的吼叫声 在这片无边无际的空间中不断响起 闪耀着璀璨黄色之芒的黄色大蛇 急速俯冲而下 拥有三种不同颜色的三头大蛇 这一刻急速地飞腾而上 紫雅的身形 已经飘离向了一旁 抬头望天 望着那四条即将汇聚于一起的蛇神分身 刺骨巨大 耀眼 璀璨的光芒 在这一刻 猛然撞击在了一起 刺色光芒 变得一场地璀璨 刺目 这片天地唯有这四色光芒相映真灰 喉喉喉喉喉 当四股刺目的光芒散去之时 这片天地间 出现了一条红黄蓝紫的四头大蛇 散发着极为恐怖凶悍的气势 石峰跟随着莽龙族族长妇女 来到了一个宽阔的密室之中 这间密室 堆放着上百个书架 摆放着密密麻麻的书籍 不少书籍 都已经很是残破 老旧 一看便知道经历了不短的岁月 而石峰人虽然一直在这个食物之中 但是发生于血石碑中的动静 却一直在他的掌控之中 当他将那条黄色大蛇 吸入到血石碑中时 便更加密切地注意着 那片区域的动静 当四条大蛇融合为一体 幻化为四头大蛇之时 石峰一阵心惊 这四头大蛇此刻散发着的气息 竟然就连自己都感觉到了心迹 这股气息 竟然完全不输于 在九阳之地见到的 那的轻衣少女 甚至跟那的大荒之 主公孙太印都不相上下 石峰除了心惊之外 更多的还是喜悦 这四头大蛇 可是与自己缔结了主仆契约 可是完完全全地受自己掌控 他的强大 也正意味着 自己有了强大的力量 而且这条大蛇可是四个头 有的时候 可是等于四名公孙太印这样的强者 我家中的所有书籍 都在这个密室里了 这时 莽龙族族长对着石峰开口 说道 嗯 听了他的话后 石峰缓缓地点了点头 其实他的灵魂之力 早已经朝着四面八方扩散了出去 一本本书籍中记载的文字 不断地在他的脑海中浮现 这是石峰第一次接触到这个满荒大陆中的书籍 原本以为这个世界的文字会与天恒大陆的不一样 但是却没有想到自己所见到的大多处文字 却跟天恒大陆古老以前的繁体文字一模一样 令石峰根本没有造成丝毫的阅读困难 这些古老的文字 到底是这个满荒大陆的人传入天恒大陆 还是天恒大陆传入到这里 不过这个问题 在无尽悠久的岁月下 早已经没有人能够回答地出了 更何况 天恒大陆 有多少人不知道除了他们这个大陆外 还有一个大陆叫做满荒大陆 而这满荒大陆也是如此 你要找什么书籍 你告诉我 我帮你一起找 这时 石峰身旁的美女子长山开口 对着石峰柔声说道 不必了 我自己找 你们先出去 石峰淡然开口 对这妇女俩说 你 听到石峰的话 看着她依旧一副冷冰冰的面容 长山心里不高兴起来 这一路走来 自己一直对她柔声细语 温柔可人 但是她却一直这副冷冰冰的模样 对着自己爱搭不理 从没有对自己主动说过话 都是自己问她一句 她答一句 你一来便是打听小米的音讯 难道我长山 在你心中还不如那个小米吗 小米 她小米 论美貌 论天赋 论身份 她哪里比得上我长山 心中念叨着这个名字 长山忽然很是烦躁起来 既然不需要我们帮忙 那您在这 我们先出去了 这时 莽龙族族长对着石峰恭敬地应了一声 见到自己作为一族支掌的阿爸 在这个少年面前这么毕恭毕敬 而这少年却对自己爱搭不理 长山心中更加的不舒服 第1065张生的孩子要姓莽 莽龙族族长宇常山 很快便退出了这个时事 碰壁一声 由于两人出去后 开启的石门重重壁和壁上 发出一阵轰响 整个石屋都跟着微微震了一阵 时事外 莽龙族族长望着自己年轻 貌美帝女儿 开口问道 山人 你觉得那小子怎么样 听到自己的阿爸竟然突然这么一问 长山先是一愣 然后转过头望向莽龙族族长 如实回答道 此人年纪轻轻 自然是一代天骄人物 离我所见过的年轻男子都要出色 确实是 莽龙族族长听了女儿的话后 微微点了点头 跟着说道 这种天骄 别说是我们莽龙族 就是我们莽龙族周边 甚至我们这片大荒 都没有几人 他何止是出色 简直是逆天 虽在一心半神之境 但寻常的一心半神强者 根本不是他的笔手 童年龄者 或许也只有强大的黑鸭族天才白牙 天龙族天才龙线 醒风族天才行傲 可以与他比肩 听了阿爸的话后 长山也跟着微微点头 然后不由自主地发出了一阵叹息 感慨道 如果我们莽龙族 也出这么一位天骄 那么阿爸 今后我们莽龙族 或许能成为黑鸭族 天龙族 行风族这样的强大部落也说不定 我正有这种想法 听到女儿长山的话后 莽龙族族长突然咧嘴一笑 说道 那模样 仿如有什么阴谋似的 长山听了后 秀眉清领 露出了疑惑之容 嗯 阿爸 你这话是什么意思啊 呵呵 莽龙族族长轻笑一声 道 你是阿爸的女儿 阿爸看得出来 你对那小子有情意 阿爸 你修要胡说 一听到莽龙族族长的话后 长山连忙面露修红之色 修得低下了头 娇称道 呵呵 莽龙族族长又是一声轻笑 望着女儿这么娇羞的模样 他越加确信的心思 女儿长大了 也的确到了谈婚论嫁的年龄了 跟着 莽龙族族长再次开口 道 山人 以你之美貌 我想那小子如果能明白你心意的话 并然会心动不已 而且他与黑鸭族白牙 天龙族隆线他们这样的天骄不同 对长山说着说着 莽龙族族长的脸色渐渐地变得认真 严肃起来 跟着又说道 以我们莽龙族部落的力量 与黑鸭族 天龙族 行风族 这三大部落根本就无法相比 如若你今后找了这样强大部落中的天骄 日后极有可能让那个大部落找些借口 将我们莽龙族给慢慢吞并 而这小子 我看他并未是出自什么部落 也不像是邪恶的山巫族人 极有可能是出自一个名不经传的小村落 但是山人 英雄不问出身 看的是他的天赋与未来 如果你们真在一起的话 为了我们莽龙族的未来 阿爸便将这莽龙族族长之位传给他 啊 阿爸 听到莽龙族族长最后一句话时 长山花蓉大便 直接惊呼了出来 作为他唯一的女儿 长山很明白莽龙族族长之位 在他阿爸心中的重要性 听闻他年轻的时候 为了成为这个至高之位的莽龙族族长 费尽了一切心机 用尽了一切阴谋 甚至还有这么一个传闻 为了得到这莽龙族族长之位 他做出了是否杀凶之事 长山确实听人说起过 自己曾经有一个爷爷跟阿伯 不知道发生了什么 在一个夜里突然离奇而死 之后便是自己的阿爸莽虚 当上了这莽龙族部落的族长 这一刻莽龙族族长莽虚的面容 已经变得极度认真 再次开口对长山说道 阿爸没有骗你 也没有说笑 只要你们在一起 阿爸便将莽龙族族长之位传给他 不过你们日后生的第一个男孩 必须姓莽 未来也必须由他来继承 我莽龙族的至高权位 这莽虚 没想到已经想得这么远了 我听到莽虚都说到自己跟他生孩子了 满是娇羞的长山 更加地不知道该说什么好了 不过渐渐地 长山的脑海之众 一幅幅画面不由自主地浮现 而浮现的 竟然全是跟那个人在一起的画面 长山心中隐隐觉得 如果真是那样的话 也是挺美好的 他甚至还感受到了丝丝的甜蜜 小米突然间 长山脑海中的美好画面之中 忽然有一名小麦肤色充满野性的少女闯入 一幅幅画面 旋即破碎开来 小米 长山在心中 再一次暗暗念着这个名字 绝美的面容渐渐冷了下来 密室之众 一本本书籍 一卷卷竹简 一部不古卷 在时封的灵魂之力下被急速扫过 通过这些书籍中记载的文字 时封对这蟒荒大陆 也逐渐了解的更多了 很快 这个密室中的书籍 竹简 古卷 已在时封的灵魂之力下 已经全部被扫过 时封可以很确定 这个密室的每个角落自己都没有放过 但是并没有找到 蟒龙族少女小米所说 记载天恒大陆的那部古卷 难道那个女人 骗我不成 这个蟒龙族 根本就没有什么记载天恒大陆的古卷 池峰轻声呢喃着 不过接着 他又轻轻摇了摇头 那个女孩不像是说谎的样子 而且这个事 他也完全没有骗自己的必要 他也说是几年以前 在他们这个组长的家中无意间见到 几年的时间 倒是很有可能会出现一些变故 那部古卷 一定要找到 天恒大陆 我必须地回去 既然这里没有 我再去问问那的老不死的 问他其他地方是不是还有书库 或是有没有人 问他借了什么书没有归还 想到这些 石峰便朝着密室中那扇已经紧闭的石门走去 既然这里的书全被自己的灵魂之力扫读 既然没有那个古卷 再留在这里也没有丝毫的意义 咦 而就在这时 双脚刚迈出没几步的石峰 忽然发出了一阵轻疑之声 走动的脚步旋即又顿止住 第1066章死亡生灵们的骚动 石屋密室之中 石峰走动的脚步忽然顿止 面露惊疑之色 紧跟着 石峰双手截地一个玄傲的手印 十几道森白色的符纹 朝着四面八方飘飞了出去 一个简单的结界 石峰已在这个密室中截地完成 结界结下 只要有人接近这的密室 他便可以感应到 随后 石峰身上忽然闪耀起了一道血色光芒 当血色光芒散去之后 石峰已经消失不见 只留下一个小型血石碑 悬浮空气之中 一片无边无际的空间之中 噢噢噢噢噢噢噢 一阵阵如野兽般的怪叫声不断响起 一幅幅密麻麻的黑色棺木悬浮这片空间之中 一具具殷尸 在这片空间里漫天飞舞着 这片天地 棺材殷尸 如今已经成为了充斥着浓郁死亡气息的小天地 殷尸群中 此时此刻 正有一道白色身影奥利其间 惨白色的面色长相俊朗 长发无风自舞 这是这片小天地兼唯一的一个阴魂 尤辰 这些时日 尤辰也是一直在石峰的血石碑中 他这具阴魂之身 早就步入圣级之境 达到了三星圣级 他之所以能有此成就 还是多亏了石峰传授的变态修炼功法 以及那道代表着死亡法则的古老文字 还有这片空间中的黑木棺材 其实也不仅由尘有所突破 这片空间中的不少殷尸 原本四阶王级便是他们的极致 不过现在 在黑木棺材 还有石峰强力打入他们一时的死亡文字下 无数殷尸都已经突破桎梏 进化至了五阶黄级之境 成为狮皇 师弟地煞 如今已经成功进化至了三星地级 还有纳德黑煞 上次石峰见到他 不过为六阶师宗 而如今 却已经成为了七阶师尊 作为一具变异的殷尸 黑煞的进化速度 天赋也着实不凡 特别是跟了石峰 他日后的成就 将会难以想象 在远古遗迹中 有一具死阶师王被神秘强大的力量 震死在地底 如今这里 还有2598具阴尸 平常的话 这些阴尸跟尤臣 都会躺在那些诡异的黑木棺材中 而此刻 黑木棺材中的死亡生灵 受到了神秘力量的吸引 已经全部从黑木棺材中爬出 一个格满是不安 甚至如大难临头般的恐慌 而就在这时 一道血色光芒 在漫天飞舞的殷尸群中闪耀 血色光芒落下 一道年轻的黑色身影闪现 正是石峰 幽冥 主人 见到石峰到来 由陈地煞 还有黑煞 连忙朝着石峰飘动而去 其他的五阶黄吉音师 也不过是刚开启灵智的时候 灵智还很低下 对于他们的主人石峰到来 并没有怎么样 石峰正低头俯视着下方 正有一股强大炙热的气息 从下方传了上来 石峰也正因为感应到 这片小天地中的骚动 还有那股炙热气息 才进入到的这里 幽冥 到底是怎么回事 怎么会出现如此炙热强大的能量 我感应到 那个炙热之物幸亏离我们这很远 如果距离我们近的话 绝对可以让我们灰飞烟灭 这时 战利石峰身旁的油尘开口 惨白色的面目满是凝重的说道 是啊主人 这股炙热之力 就连我都感到很不安 甚至是心计 地煞也跟着开口 说 石峰自然知道 下方传上来的炙热气息 源自于什么 不过令石峰感到奇怪的是 那个东西 自己明明将它放入了 距离这里的极远的空间处 怎么会出现在这片空间的下方 你们不必惊慌 那不过是我所得的一件极阳之物而已 我现在便过去取走 石峰对他们开口说道 紧跟着 石峰的身上 再而闪现起了血色之光 身形玄机便在这片殷尸群中消失不见 看来这个东西 不能将它放在这血石碑里了 显现样成大祸 石峰刚才看上去面色平静 其实已在心中暗呼了一声 好险没有想到 那个东西 竟然在自己这片空间中自行移动 那东西 幸亏只是移动到了死亡生灵们所在的下方 要是它直接出现在那个区域的话 那么尤臣 地煞 黑煞他们 根本无法承受得住他的炙热之力 正如尤臣所说 这东西 绝对可以让他们灰飞烟灭 而且是很轻易地瞬间灰飞烟灭 一片同样看似无边无际的虚空之重 一颗拳头大小的黄色珠子悬浮着 如同一颗小太阳一般 朝着四面八方 散发着一股无比炙热的气息 紧接着 并在这颗黄色珠子旁 一道血色光芒闪动 石峰出现 这片血石碑的空间 本就是石峰玄气空间 属于石峰的世界 在这里 石峰就有如神灵一般 可以瞬间移动到任何一个角落 跟着 石峰探出了右手 一把将这颗炙热的黄色珠子 抓在了手中 触手处 顿时感应到了一片滚烫炙热 其中蕴藏的浓郁精纯的炙热之力 比之怒火魔帘更甚 不过石峰如今体内那颗变态丹田的能量 已经达到充盈 无法再装下更多的能量 而对于二星半神境的感悟 石峰只觉模糊一片 根本没有突破的头绪 低头凝视着手中的这件吉阳质宝 有了先前闹出的动静 如果再将这个东西放在血石碑的空间 可以说是一个极大的隐患 石峰手腕一个翻转 将它放入到了储物戒指之中 做完这些之后 石峰身形在一个闪动 再在这片空间里瞬移 当石峰在出现后 已经出现在了那颗连着大片土地 悬浮于虚空之中的火焰树下 看上去就如同一颗不受天地引力影响的火焰神树一般 黑袍人 还有那个出自大部落长者的吉老 原本要想突破二星半神境 根本就是茫茫无奇 而他们都是因为这颗火焰宝树 成功进行了突破 而石峰如今也正是到了突破之际 这颗火焰树对于现在的他来说 刚好有大用 跟着石峰便盘膝而坐 坐在了这颗火焰树下 进行着武道上的感悟 第1067章决战幽冥炼狱 哈哈哈哈 你们这些久悠的余孽 幽冥被吸入空间黑洞里那么久了 如今恐怕早已死在了里面 看你们这些人 还能蹦跋到几时 一片昏暗天地 一个巨大的黑色漩涡显现半空之中 一道猖狂的大笑声响起 这片昏暗的天地 这个巨大的黑色漩涡 如果石峰在此的话 一定在熟悉不过 这里便是他天恒大陆的老家 又名炼狱的入口 此刻在这巨大的黑色漩涡之前 悬浮着一道道散发着强悍气势的身影 总共有30多人 净为清一色的九星五帝竞绝强者 又名重生天恒大陆 在隐世家族凌迦被吸入黑暗空洞之时 已经传遍了整个天恒大陆 30多名九星五帝 悬浮于巨大的黑色漩涡之前 看来除了曾经那七大五帝 仅剩的五人外 再加上后来结下的凌家这个仇敌 又不知从哪冒出了一批新的仇敌 这个世道本也就是如此 雪中送炭者少 若仅下使者多 幽冥炼狱 这是一个充满着神秘的世界 不少人都想知道 里面到底有着什么 在人们的心中 觉得这个神秘的世界 甚至跟远古遗迹都差不多 九幽大帝幽冥 他的七大弟子八大鬼江 哪一个不是天纵之姿 他们能有此成就 或许跟这个幽冥炼狱 有着一定的关联 不管怎么样 在世人心中 这个幽冥炼狱里面 定然有着常人想象不到的存在 他们这些强者 既然来到了这里 自然也冲入过 那个巨大的黑色漩涡 冲进过这个幽冥炼狱 甚至有一次 30多名九星五帝 竟强者齐齐而动 但是刚冲入没多久 他们便感应到了 一股股绝强的阴寒之力 从上下左右各个方向 如洪涛般汹涌而来 这些不断涌来的力量 仿如有近百名修炼 智英之力的九星五帝 竟巅峰强者 在向他们出手 整片天地 仿佛都因为这些 汹涌的智英之力而要凝固 他们这些外敌 进入幽冥炼狱 正是幽冥炼狱里面的人 开启了古老的绝强杀阵 这个杀阵 来自于悠久岁月以前 应该是曾经这个 幽冥炼狱之主所部 30多名九星五帝竟的 绝强者 在那古老的绝强杀阵下 连忙从幽冥炼狱中退了出来 哼 幽冥已死 你们这些人 就当这缩头乌龟吗 简直是给幽冥丢尽颜面 随后 又有一阵不屑的 冷恒之声响起 这道冷恒之声 正是从林家家主灵魂之地 大肠老林微嘴中横出 那一日 时风被吸入黑暗空洞后 更加激烈血腥的战斗爆发 更加狂暴强烈的力量 不断进行碰撞 那一战 双方疯狂厮杀了一天一夜 林家的舞者 以及时风麾下的鬼兵 不断地在那场战争中灭亡 死亡大帝林叶峰 逍遥大帝末逍遥 不死山落秦川 天下第一树恋大师萧天翼 林叶峰变态弟子铸成 加上八大鬼江 总共13名爵士强者 是要为时风报仇 格格几乎杀红了眼 越打越狠 后来他们逐渐占了上风 杀死了林家两名爵士九星武帝强者 抢回了时风之魅石灵 有望将这林家给灭门之石 忽然降临了12名爵士武帝进的强者 格格以巅峰状态 相助林家 随着这12名爵士武帝的加入 局势瞬间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大变 无奈不甘之下 他们只能带领众鬼兵们撤离 而这撤离之战中 对于他们来说 局势已变得更加的凶险 一个葛身上 不断地增加新的伤势 最终 不知从哪冒出了万具阴师 领头的三具阴师 竟然乃是九星帝极境的师弟 他们竟以自身阴师之身 在天地间布下了奇妙之阵 像极了九幽大敌幽明所创的万师大阵 而他们三名九星师弟 以自身阴师之身掌控的万师大阵 比之九幽大敌的万师大阵更加的玄奥 一时间万具阴师以万师大阵 替林叶峰八大鬼将他们挡下了追杀的强敌 使得精疲力竭的他们能够成功逃脱 后来林叶峰他们得知 那降临的十二强者 出自天恒大陆的另一个古老神秘的强大势力 叫做乾坤圣地 传闻这乾坤圣地 与林家一直交好 从很久远以前 两大势力就开始了联姻 不断地有林家之女 加入乾坤圣地 也有乾坤圣地的女弟子 加入到林家 现今林家家主灵魂的母亲 听说便是出自于这乾坤圣地 至于那突然冒出来的万具阴师 他们确实不知道来自于哪里 但是那三具领头的九星师弟所布下万师大阵 应该跟师父幽冥有关 自己等人因为这万具阴师而成功撤退 也不知道他们后来是凶士级 林叶峰 只要你交出传说之中的死神镰刀于本地 本地可以做主 让你活着离开这里 死亡大帝林叶峰 获得远古神灵神器死神镰刀 此事也早已传遍天下 此刻对着那巨大黑色漩涡开口说话之人 又是林家之人 乃是林家家主灵魂三弟 林家二长老林炫 而当林炫话音落下之后 林家之人倒还好 而其他人 一个个向他投去了异样的目光 哼哼 交出死神镰刀于你林家 于你林炫 你问过我等了没有 莫非你以为 这里是你林家说了算不成 传说中的死神镰刀 我石轩 也是势在必得 人群之中 有一名身穿银甲银盔 手持银枪的少年 听到林炫的话后 暗暗说道 这名少年 竟然便是十丰同父异母的弟弟石轩 而石轩此刻身上散发而出的气息 竟然也是绝强的九星五帝之境 在短短两年之内 他竟然从五宗之境步入九星五帝之境 这在天恒大陆 简直也是骇人听闻之事 也不知道这两年来 在他身上到底发生了什么 死神镰刀 本座沉睡弟弟数千年 只为追求不死之境 如若让本座得到远古之神的神级之物 或许本座便可以突破桎梏 步入那不死的神境 成就永生不朽之身 三十多名爵士强者的人群之中 有一名身着黑衣 头戴斗笠的神秘人暗暗说道 偶然显露在外的脸面 脖颈双手 缠上了百步 此神秘人 便是施玄宗的开山祖师 施玄老祖 第1068章幸福来得太快了 又名炼狱外众强包围 又名炼狱内 群鬼依旧在这片天地间乱舞着 不过虚空之中 暴力着石醋到绝世的身影 一个个此刻面若冰霜 死亡大帝林叶峰 逍遥大帝莫逍遥 不死山林叶峰 天下第一树炼 失消天意 铸成八大鬼江 中州暗黑阵营 三巨头之一的暗黑大帝暗档 毁灭大帝灭天 他们的身后 是密密麻麻的鬼兵 及暗黑阵营的将领兵士 如今局势 暗黑阵营已经在中州 待不下去 不仅暗档与灭天 进入了幽冥炼狱 所有暗黑阵营的子民 都已转入到了 这个幽冥炼狱之中 幽冥炼狱 此刻这些绝强者加起来 仅有十五人 跟那面那些绝强者 人数相差一半 要不是这幽冥炼狱 有古老杀战的存在 或许这天恒大陆 已经没有了 他们的容身之地 可恶 逍遥大帝莫逍遥 望着前方 那的巨大的黑色漩涡 听到从那黑色漩涡中 传过来的一句句话语 恨恨说道 北疆皇朝 乾坤圣地 我们原本跟他们 就是井水不犯河水 现在竟然也过来 落井下石 好 很好啊 今后千万别 给我莫逍遥找到机会 不然的话 并然要让他们 陷入万劫不复之地 让他们为今时今日 所做的事而后悔 外面那三十多人中 除了与灵家一直交好的乾坤圣地外 北御名义上的霸主 北疆皇朝 竟然也有九星五帝境的爵士强者过来 暗黑大帝暗当听到莫逍遥的话 后冷恒了一声 道 哼 这些人 以江夜风夺的死神镰刀的事传遍天下 或许日后 还有更多贪婪之人过来 我们要面对的敌人将会越来越多 可恨啊 此死神镰刀本来就是师父先祖传下之物 师父所得此神器本就是理所当然 这些人 真是该死 灵夜风弟子祝成 这时候也是跟着冷冷出生 年轻俊逸白皙的脸面上 满是杀意 跟着 祝成发出了一声诺然大喝 要么有我祝成出去跟他们拼了 杀死一个算一个 我自曝本命惊元 我有把握 可以杀他们两三个畜生 我就朝着灵家族常灵魂那个畜生全力攻击 替师祖他老人家报仇血恨 嗯 往荒大路 血石碑空间之中 石锋双腿盘膝火焰树下 感悟着武道 这颗火焰树确实不凡 原本石锋对于二星半神之境的感悟 根本没有丝毫的头绪 但是在这火焰树中坐下来 原本模糊的东西 却渐渐变得清晰了起来 就好像一团散乱的烟雾 逐渐地汇聚成形 但是就在这时 石锋忽然突然变得心绪不住 无法入定 仿如有什么不好的事情即将要发生 唯必的双目缓缓睁开 石锋双眉紧锁 难难道 到底是怎么回事 到底发生了什么 难道是天恒大陆那边 石锋的意识里 忽然觉得天恒大陆那边 将有着大事要发生 哪里 实在有着太多的牵挂了 不行 我的尽快回归天恒大陆才行 此刻 石锋依旧是思绪不住 根本无法再静下心来感悟 心念一动 身上旋即闪耀起了血色光芒 当血色光芒消失之后 石锋已经消失不见 这片虚空中 只留下着小片区域的土地跟火焰神树 静静悬浮着 常山小姐 您找我 一间简陋的石屋之中 一名小麦肤色的少女恭敬闭开口 这名少女 便是那夜晚上被石锋掳走的 莽龙族少女小米 而此刻 在小米身前的石凳上 坐着一名面容白皙美艳 清甜静丽 身着血白色皮毛衣衫的美少女 正是莽龙族组长之女 常山 见到小米前来 常山的脸上露出了一副高傲之容 望着她很直接地开口问道 那个人上次带你离开了莽龙族 你们之间到底发生了什么 啊 当小米听到常山的话后 面容连忙一惊 连忙不断地摇头道 没有 没有啊 常山小姐 那天晚上她挟持了我 我们之间 可是什么事情都没有发生的啊 那天我回到莽龙族 鲁婆婆已经替我艳明正身了啊 小米我 还是处子之身 你还是处子之身我知道 听了小米的话 常山面色有些冷淡地说道 跟着又道 你知不知道 她今日来我们莽龙族 说要找你 找我 听得常山那话 小米又是一惊 跟着她的脸上浮现了恍然之色 对常山点了点头 说道 我就知道她会来找我的 常山小姐 我现在就去见她 说到这时 小米潜意识地看了看佩戴于自己右手中纸上的那个古戒 自那天回到莽龙族后 小米便又去了组长的家中 问组长借了那本记载着天恒大陆的古卷 重新翻看了一遍 要是后来石峰再遇到她的话 她一定可以告诉她 古卷上所记载 那个通往天恒大陆的地方叫什么 后来 小米重新看了一遍那本古卷后 便将那本古卷放在了自己的储物古戒之中 准备有空闲了再去族长家中归还 由于新年将到 这段时间族中男男女女的事情都比较繁多 小米也渐渐地忘记了孩书的事 直到刚才常山提起那个少年找自己 他才忽然想起 那本书还在自己的古戒之中 你这就要去找他吗 听到小米说要去找他 常山的面容又跟着冰冷了几分 心中道 这个小贱人 小贱货 已经这么迫不及待想要见他了吗 哼哼 真是够贱的 贱到骨头里了 怎么我平时没看出来 跟着 常山冰冷的面容渐渐变得缓和 身躯缓缓地从石凳上站起 目光依旧凝视在小米的脸上 道 那个人除了找你外 还跟我和我阿爸说 希望我们能够同意 将你许配给他 你意下如何 阿 听到常山这句话 小米张大着嘴 有些惊得说不出话来 这件事 这件事 实在是太出乎意料了 自己可是一点心理准备都没有 可是 他是那等天骄 暴力于蟒龙族之上 俯视整个蟒龙族 小米的脑海之中 还在回想着那个少年 今日奥利虚空 俯视着整个蟒龙族的风采 就连尊贵强大的组长大人 半神之境的绝世强者 都要对他恭恭敬敬 这等人物 他竟然要我小米许配给他 第1069章神秘的小米 听了常山的话后 小米一时间 只觉得自己在做梦一般 这件事 实在是太突然 太出乎人的意料了 他那等天骄 竟然看上了我小米 竟然还要迎娶我小米 自然的 小米的潜意识里 对于常山的话 没有丝毫的怀疑 常山小姐是谁啊 她可是我们蟒龙族 组长大人的女儿 身份尊贵 她又怎么会骗我呢 而且 她也没有必要骗我啊 怎么不说话了 难道你不同意许配给她了 那么 我便过去转告于她吧 她那样的男子 你小米是看不上的 见得小米没有说话 常山又是跟着出声 这句话说完之后 常山转身 一副转身欲走的模样 啊 不要啊常山小姐 您先不要走 听到常山的话后 见到常山欲走 小米连忙面露 慌张之色 脉动双腿追赶而上 而就在这时 转过身的常山 面容显露出了 极度冰冷之容 右手悄然成拳 感应到身后的 小米急步走来 即将靠近自己之时 常山面露狠色 双目之中一阵凶忙 朝着后方赶来的小米 急速转过了身 紧跟着 常山朝着小米的心口 一拳狂猛地轰出 小米见到常山 忽然朝着自己一拳攻来 小米瞪大 转眼睛不知道 到底是怎么回事 轻口旋即便被 常山一拳轰中 啊 小米发出了 一阵痛苦的交呼 整个人被轰得倒飞了出去 倒飞的途中 小米双目依旧瞪大 面容之上 除了痛苦之外 还有满满的震惊 与茫然 她想不明白 常山小姐 为什么攻击自己 这是为什么 碰地一声 小米娇小的身躯 重重地撞击在了后方那面 厚实坚硬的石壁之上 啊 猛然地撞击之下 又有一声痛呼 从小米的嘴中发出 然后小米的郊躯 朝着地面缓缓地滑落而下 哼地一声 掉落在地 激起了地面的灰尘飞扬 哼 望着被自己轰飞落地的小米 常山美艳的脸上嘴角勾起 露出了一抹冷笑 然后朝着小米一步一步地 跺步走去 常 常山小姐 你 你为什么 可可 此刻小米乌黑的长发 已经变得一片杂乱 面目惨白没有丝毫的血色 嘴角沾满了鲜红的鲜血 从地面上缓缓地挺起上半身 被跟头靠在身后的石壁上 望着一步一步朝着自己走来的常山 当他以满是不解的痛苦面容 对着常山吃力地说出几句话 便剧烈地咳嗽了起来 一抹抹鲜红的血液 又从小米的嘴中咳出 此刻的他 直觉体内的五脏六腑 已被常山那突如其来的猛力一拳给震碎 剧痛无比 看来这常山 下手也是够狠 哼 你问我为什么 听到小米的话后 常山如花般美艳的脸上冷笑更甚 继续朝着小米多步走去 道 就你 也配对他有非分之想 李珍以为 像他那样的添娇 看得上你这样卑微 低贱都不知道来自哪里的杂种女人 你也不好好地照照镜子 看看你自己是一副什么丑样 就你 如何能与我常山相比 常山说到最后一句时 已经走到了贪坐在地的小米前方 居高临下地俯视着小米 将他自认为无比美貌的脸 完全地展现在小米的眼前 让他在这张绝美地容颜下无地自容 我 我 咳咳 咳 小米吃力地开口 想说些什么 但是身受重伤的他 没说几个字 便又剧烈地咳嗽起来 一口又一口鲜红的血液 又从他的嘴中吐了出来 哼 贱人 常山又发出了一声冷哼 道 你这贱人 此刻看上去是如此的可怜 不过 可怜之人 必有可恨之处 去死吧 我莽龙族 不需要你这贱人 继续活在这个世上丢人现眼 常山说到最后 忽然娇喝出声 如白玉般的右手再次握拳 朝着小米再一次猛然轰击而去 这一次 常山轰击的是小米的脸面 看那轰出一拳之力 只要轰中了小米的脸面 便可将他脑袋冻穿 我 我 我要死了吗 望着常山轰来的一拳 死亡的意识在小米的脑海中闪过 紧跟着 一道道念头 如闪电般的在小米的脑海中急速闪动 时间 就好像定格在了这一刻一般 我小米 从小没有阿爸阿妈 是贝格大叔从山中捡回到莽龙族 从小到大 一直孤苦伶仃 小的时候 他们都有阿爸阿妈 我也多么想要有啊 但是我就是没有 还有遭到他们的嘲笑 讽刺 说我是野孩子 阿爸 阿妈 你们到底在哪里 你们为什么从小不要小米 小米 现在就要被人打死了啊 小米的脸上已经满是七苦之容 两只眼眶已经变得湿润 见到自己的拳头离得小米的脸面越来越近 自己这一拳 即将便可以将这个不要脸的贱人给轰死 长山的嘴角 又不自觉肩地勾起 没有了这个贱人 那么他 一定会爱上有着绝美容颜的自己吧 也只有那种天骄 才配得上我长山 也只有我如此貌美的长山 才配得上他那样的男人 这个贱人 也配 阿 不 阿 顿时间 重伤的小米 也不知道忽然哪里来的利器 带得长山的拳头即将轰中自己的脸面时 忽然仰天发出了一阵大豪 顿时间 一股绝强的气息 仿如一股压缩的狂暴力量 在这一刻忽然爆破了一般 从小米的身上猛然爆发 朝着四面八方急速席卷而出 长山轰出的拳头 都在那股气息下被弹飞 不仅是他的拳头 整间石屋 就仿如刮起了一阵强劲的大风 长山的整具郊区都被冲击地朝后倒飞了出去 这 这怎么回事 怎么会这样 倒飞中的长山 满脸的震撼之色 啊 少女小米 还在仰天发着大吼 一向温和善良的她 这一刻脸色看上去异常猙獰扭曲 像是凶兽发怒 又像是整个人在承受着很痛苦的折磨 但是她身上朝着四面八方席卷而出的气息 却是变得越来越强烈 第1070张布满全身的银色灵片 啊 剧烈如野兽般的吼叫之声 响彻整个满龙族部落 一股绝强的气息 如狂风一般在整片满龙族部落席卷而开 满龙族中 一个个人惊慌地从石屋中跑出 那股气息 已令人满龙族任何一人脸色大变 躯空之中 一道白色的身影闪动 正是那满头血色长发的满龙族族长 满虚 满虚奥利虚空 微微低头 凝望向了那道吼声 那股绝强气息发出的北边方向 面色满是凝重 确实是在那片边缘地带区域 好强的气息 哪里 到底是什么怪物袭击了我满龙族部落 满虚轻声疑难 此刻那道响彻整个满龙族的吼声 根本不是人的声音 像极了野兽的怒声吼叫 没有想到 这其实是一个人发出的 紧跟着 满龙族部落中 一道道密密麻麻的壮硕身影 也是从地面飞射入虚空 族长 到底是怎么怪物 好强 我们满龙族 怎么招来这等强大的怪物 不管是什么怪物 既然进入了我们满龙族领地 我们必须的过去看看 将这怪物给驱赶 还我们满龙族安宁 一个个满龙族勇士开口 说道 满龙族族长满虚 面容依旧是一副极度的凝重之色 目光依旧凝视向了北方 然后沉声开口 喝道 凡我满龙族勇士 都跟本族长过去看看 就在满龙族族长喝声响起之时 人群响起了一阵骑声大喝 是 紧接着 虚空中的一名满龙族勇士 跟随于族长满虚之后 向着北边急速破空而去 这边人群朝着北方急速破空 北边方向 也有一名满龙族勇士 朝着这方人群破空飞来 这些飞来之人 都是居住于北边方向的满龙族人 其中还有一人 乃是满龙族的三统领 满刚 你们知不知道 到底是什么存在侵犯我满龙族 见到他们到来 满虚破空的身形猛然一顿 开口问他们道 满虚身形停下 其他的满龙族勇士 也跟着纷纷停下了身形 不知 不知道 不知道啊 族长大人 一个个回答道 这时 满龙族三统领满刚开口 道 族长大人 那股气息好强 我们根本不敢靠近 听了满刚的话 满虚微微点了点头 满刚说的也是 那股气息 就连自己都极为忌惮 更别说是根本未达半神之境的他们了 那个怪物如果出手 恐怕杀他们就如灭沙楼蚁一般 你们都跟我身后 走 满虚再次对着满龙族的勇士沉生一喝 满龙族众人 继续往北破空 满龙族领地 一座最高最大 仿如巨人般耸立的石屋上空 一道模糊的黑影缓缓浮现 凝聚为了一道全身笼罩于黑袍之中的身影 这黑袍身影 正是在这片大荒 令各种族部落文风丧胆的邪恶山巫族 黑袍使者 黑袍人刚一现身 紧跟着 他的身旁便是一道身形闪动 正是已从那满虚家中出来的石峰 与黑袍人一同望向北边方向 石峰开口问他道 那边到底发生了什么 刚从密室里出来的他 完全不知此刻这片满龙族领地闹出的大动静 起因便是由他而起 不太清楚 黑袍人以苍老沙哑的老头声音 淡然回应 跟着 黑袍人又说道 那个方向 忽然席卷出了强大的气息 或许是有什么强大神秘的凶兽 忽然觉醒 我们也过去看看 石峰再次开口 对黑袍人说 嗯 黑袍人点了点头 跟着他的身形 再如黑雾一般 逐渐引入到了这片虚空之中 石峰身形一个闪动 朝着北边方向急速闪动而去 哦 石屋之中 面容猙獰扭曲的小米依旧发着如野兽般的嗷叫 这间石屋之中 强大令人窒息的气息最甚 组长之女常山 此刻换成了他整个人 瘫倒在不远处地面 郊区战斗不已 白心美艳的俏脸满是惨白 满脸骇然地望着不远处 那与往日完全不一样的小米 这个原本在他眼中不过一个低贱的女子 没有想到 此刻发起目来 却是如此的恐怖 紧跟着 长山更加惊骇地看到 小米的双目之上 突然闪现了两道诡异的银色光芒 旋即间 一片片密密麻麻的银白色细小鳞片 从小米的脸上长出 然后向着他的脖颈急速蔓延 如凶兽般的吼叫 已在这一刻停了下来 但是那个曾经温和善良的莽龙族少女 此刻一下则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大变 整个人 变得荧光灿灿 气势都是跟着产生了极大的变化 面目冷峻 仿如透着一股神圣不可侵犯的威严 找到了 我的人 我的人竟然被遗落在这个世界里 就在这时 小米开口自言自语 但是此刻他所发出的声音 竟然是一道中气十足的中年男子声音 这种形态 就好像被人给付身夺舍了一般 接着 小米的面目缓缓低下 闪耀着两道银芒的双目 冷视着那贪软在地的长山 冷然开口 道 是你这卑微的生灵 竟敢想要我儿的性命 小米开口说出的 还是那道中气十足的中年男子声音 说着之时 那只同样布满了银色灵片的右手对准了长山 紧接着 长山只觉自己的身躯 已被一股无形强大的力量给笼罩 仿如整个人被一只无形的大手给用力握住了一般 啊 一阵痛苦的交呼 从长山的嘴中呼出 死 小米冷声一喝 右手猛然一握 啊 一阵凄厉痛苦的吼叫 从长山的嘴中喊出 他已感觉到那只握着他郊区的无形大手 已经用力一捏 要将他浑身的骨头都要捏碎 但就在这个时候 一阵懦然大鹤想撤而起 你到底是谁 竟然在莽龙族如此猖狂 还敢伤我莽虚女儿 怒喝之声响喜之时 长山感觉到自己的身躯忽然彻底一清 那股险些将自己捏得粉碎的强大力量 消失不见 随后 长山的郊区旁一道身形闪动 一道透着强悍气势的白色身影显现了出来 正是他的阿爸 莽龙族族长莽虚到来 第1071张强大的小米 莽虚出现后 双手向前一抱 将虚弱的女儿长山 暴入到了怀中 紧跟着 烹地一声报名 这间石屋忽然崩塌开来 乱石纷飞 石屋崩塌 显现出了四面八方一道道奥利地面与半空的壮硕身躯 这里 如今已经被莽龙族的各大勇士包围 这一刻 莽龙族众人 目光全部凝视在了那道浑身散发着银色光晕的身影上 望着这道散发着银色光辉的身影 不过不少人 已经觉得这道身影有些眼熟 小米 这是小米 忽然间 莽龙族人群中 有人发出了一道难以置信的惊呼 当这道声音响起之后 紧接着 莽龙族众人 连忙一个个露出了一副恍然与震惊之状 难怪觉得眼熟啊 接着 纷纷大喊道 没错 的确是小米啊 是小米 小米怎么会变成这样 而且他身上的气息 好强大 难道说 小米被什么神秘的怪物 给夺舍了不成 一时间 众人议论纷纷 金融不解 小米 网龙族族长网虚 望着前方散发着银色光晕的小米 跟着脸上也满是疑惑低喊道 你们这些低等生灵 怎么 也敢与我神族为敌 就在这时 小米开口 愿然出声 而就在他这道声音响起之时 一股狂暴巨大的银色飓风 从他身上猛然升起 旋即便朝着四方扩散了出去 离得小米 敬得的一名名 莽龙族勇士 旋即便被狂烈的银色飓风 给吞噬 啊啊啊啊 一阵阵慌乱的荒叫之声 旋即从这些 莽龙族勇士的嘴中发出 没有想到 在这小米催动的银色飓风之下 他们竟然连一丝的反抗力量都没有 这果然已经不是 他们莽龙族的那个小米 啊 不 顿时间 一阵凄厉痛苦的少女尖叫声 忽然从这个巨大狂烈的 银色飓风中响起 这道声音 已变回少女小米的声音 而随着小米的这道尖叫声响起 那道狂烈的银色飓风 瞬间消散地无影无踪 紧跟着 一个格莽龙族勇士狼狈的身形 在半空中显现 啊啊啊啊 伴随着一道道喊叫声 一道道身形 如同下饺子一般 不断地往地面下落 不可以 不可以伤害他们的 此刻的小米一脸慌张之色 开口说道 她那模样 像是在对什么人说 又像是对她自己说 声音 依旧是那少女娇嫩的声音 是她 没有想到刚才的那股气息 竟然是她发出 不远处的虚空之中 石峰闪动的身形已经现身 低头望着 莽龙族众人所在的那片地狱 开口说道 石峰此刻的目光 已经凝聚在了人群中心 那个小米的身上 不过接着 石峰的眉头 忽然深深地锁起 我的人 你要放过这些低等生灵 就在这时 小米又开口 不过这一次 她说出的声音 又变为那中气十足的中年男子之声 那到男生落下之后 小米脸上的冷峻表情 旋即消失 就好像重新变回了 那个少女小米 脸上浮现了惊慌之色 你 你是什么人 你在我的身体里 我的人 我是你的父亲 我以我的神血之力找了你无数年 终于在这个大陆找到了你 我如今 是以我的神念降临在你的身 父亲 小米低难着这个称呼 渐渐地 那张惊慌的脸上 浮现了极度震惊 难以置信的表情 父亲 阿爸 你是小米的阿爸 多少年了 这个称呼 小米也仅是在梦中喊过 没有想到 这一刻 竟然可以直接从自己的嘴中喊出 这一刻 小米的郊区 都激动地在轻颤 阿爸 你真是小米的阿爸 我的人啊 这么多年 让你受苦了 是父亲 母亲的不好 但是父亲跟母亲 当年也是无奈 父亲现在 马上接你回家 这一刻 小米发出了中性十足的男子声音 透着悲苦与歉意 好强大的肉身 不远处的虚空之中 始风望着那的浑身不满银色鳞片的小米 他能够感应得到 这个女孩此刻的肉身之力 强悍无比 可相当于自己如今的九幽名体了 而他此刻身上散发而出的气势 忽强忽弱 极不稳定 强悍之时 始风可以很明显地感应到 已经超越了这片大荒之主公孙太印 弱小之时 却仅有五地之力 他此刻的状态 像是被一道强大的残魂 进入到了他的肉身 但是他此刻的身体 好像觉醒了肉身的潜能 始风清男 双目依旧凝视着小米 仿佛要将他给看透 也不仅只有始风注视着那小米 以前这个莽龙族普通的少女 这一刻已经成为了众人的焦点 一道道的目光 都注视在了小米的身上 小米自言自语 忽男忽女的声音 也落在了众人的耳中 小米从小孤苦无依 是被莽格捡到 然后带回莽龙族 这早已是众所周知的事情 现在看他这模样 他好像并非人族 至于是什么种族 这副长满银色灵片 闪耀着银色光辉的模样 他们根本没有见过 但是从小米此刻身上 散发而出的气势 没有一个人会对他小事 就连莽龙族族长 莽虚也是一样 刚开始莽虚面对那小米时 只觉他的力量跟自己相当 在一心半神 但是下一刻 他便感觉到了 他身上的气势大变 一下拔高 一下拔低 拔高之时 令得莽虚心颤不已 那根本不是自己 所能抗衡的等级 仿如一座巨大无比的高山 而自己在那股气势下 就跟蝼蚁没什么差别 尽管小米先前 差点杀了自己的女儿长山 但是莽虚 哪里敢朝伤害女儿的小米出手 身形反而比之先前后退了不少 手 我的手 我的手怎么变成了这样 这时小米忽然发现自己的双手已经完全变样 双手之上 布满了密密麻麻的银色鳞片 接着 他用手摸向了自己的手臂 摸向了自己的脸面 摸向了自己的脖颈 小米已发现 不仅仅是脖颈 现在的浑身上下 都出现了这样奇奇怪怪的银色鳞片 满满的恐慌与不安 再一次布满了小米的脸上 怎么会这样啊 我这是怎么了啊 第1072章记载天恒大陆的古卷 望着自己浑身上下遍布的银色鳞片 小米的脸上已满是惊慌恐惧之色 这时 他再次开口 发出了中年男子的声音 我的人 你不必惊慌 你这时觉醒了我神族的志强神体 父亲却是没有想到 你竟然天生便拥有银灵神体 我人 果然是天纵之姿 银灵神体 我 小米再次听到自己说的话 逼着头再望向了自己的双手 心难着 跟着 他又出声道 我的人 跟父亲走吧 回归我们志强的神族 随父亲母亲一同征战各大陆 这种只有卑微生灵的大陆 迟早受我们神族掌控 这些卑微的生灵们 迟早都将成为我族的奴隶 他们也只配成为我族的奴隶 小米以中年男子的声音说这些话时 脸上满满的傲然之容 随后 小米的身形缓缓地声向了半空 神族 征战各大陆 这种只有卑微生灵的大陆 当不远处虚空中的石峰 听到小米先前以那男子声音说出的话语后 眉头再一次深锁 从他的话中 石峰得知了一些信息 这残魂 是一个自称为神族 自认为尊贵的种族 他们不属于这个莽荒大陆 是这莽荒大陆中的生灵为卑微的生灵 是莽荒大陆的生灵都为卑微的生灵 那么这个残魂的本尊 或者说他们那引以为傲的神族 他们所在的那个大陆 强大到了什么地步 难道这残魂的本尊 已达到了真神之境不成 他们征战各个大陆 除了这个莽荒大陆 还有自己曾经所在的天恒大陆 到底还存在着多少个大陆 最顶级的大陆 最顶级的人 又能达到什么样境界 距离石峰的不远处 小米的郊区声到了半空 身处于石峰的正前方 此时此刻 在莽隆族众人的眼中 这个小米 早已不是他们往日里所认识的那个小米 看到小米想要离开的样子 谁还敢阻拦他 尽管都知道 此刻长山小姐在组长怀中昏迷不醒 生死未知 跟小米都脱不开的干系 等一等 阿爸 而就在这时 小米忽然开口 随着她的声音响起 上升的郊区 旋即跟着一个停顿 随后 小米缓缓地转过了身 面向了不远处虚空之中的石峰 而当小米朝着自己望过来之时 石峰的脸色忽然一变 露出了凝重之色 这女孩忽然停下望向自己 到底有什么目的 石峰可没有忘记 那个晚上 她被自己挟持过 虽然自己没有对她做什么 跟她没有什么深仇大恨 只是吓唬了她一下而已 但是谁又能保证 她会不会记恨上自己 更何况 如今她已经不是那晚弱小的女孩 她已经获得了强大的力量 小米望着石峰 不过接着 石峰便感觉到这个女孩 对自己根本没有杀意 随后 石峰看到小米右手一番 一个看似很残破 很古老的兽皮古卷 出现在了她的手中 这是 望着出现在小米手中的古卷 石峰隐隐猜想到了什么 难道 难道那的便是 记载着天恒大陆的古卷 如果这个真是关于 天恒大陆的那的古卷 那么难怪自己灵魂之力 翻遍了那的时事 也没有找到 而这如果不是那的古卷 又会是什么呢 除了那的古卷外 石峰想不出其他 这个 就是那天晚上 我告诉你的 那的古卷 给你 小米的手 朝着前方探了过去 但是紧跟着 石峰见到那少女小米 身形猛然间一个闪动 忽然消失地 无影无踪 就连石峰的灵魂之力 都已感应不到 这片天地间 她的存在 看来 就在刚才那短短一瞬之间 她已经离开 只剩下了那一卷 瘦皮骨圈 还盾在虚空之中 一个呼吸过后 瘦皮骨圈一个颤动 往下掉落 石峰左手连忙长爪 一个吸动 那个古老的瘦皮骨圈 旋即朝着她的手心 飞射而去 很快便被她吸入 到手心之中 紧紧握住 回去天恒大陆的路 低头望着手中的 这道瘦皮骨圈 石峰开口清难 离开天恒大陆那么久 也不知道那边 如今的情况 到底如何 自己一直心绪不住 也不知道 是不是那边 真的有不好的大事发生 石峰的灵魂之力 释放而出 残破的瘦皮骨圈中 所记载的文字 很快便在 石峰脑海之中 急速闪过 这些文字 乃是蟒荒大陆中的 繁体文字 跟天恒大陆 古老时的文字一样 石峰根本没有阅读障碍 没错 确实是记载着 天恒大陆的古卷 这蟒荒大陆 曾经果然有人无意间 进入到了天恒大陆之中 罪恶深渊 瘦皮骨卷中所记载 曾经有一人无意之间 从一个叫 罪恶深渊的地方 进入到了天恒大陆 之后便是一些 他在天恒大陆中的描述 经历 对于那些 石峰根本没有兴趣 他要的 便是那个叫 罪恶深渊的地方 罪恶深渊之中 有一个森林 叫做罪恶森林 那人 便是在那罪恶森林中 进入到的天恒大陆 常山 一醒一醒 醒一醒啊 而就在这时 下方传来了一阵 悲痛的大叫 嗯 听到那道大吼声后 石峰低头一看 将手中的瘦皮骨圈 丢入到了 储物戒指之中 发出那道 悲痛大叫的 正是莽隆族的族长莽虚 对着他怀中的女儿 常山大声叫道 常山此刻昏迷着 生死不知 不过从莽虚的大吼声中 可以听出 他的情况并不太妙 石峰的灵魂之力 朝着下方扫了下去 他很快便发现 这常山的肉身受创 幸好他们莽隆族专修肉身 肉身比一般同境界的 舞者要强硬 换成一般人伤成这样 想必早已经身亡 这常山并没有死去 不过他虽没有死 但也仅只有一口气掉着而已 如果再继续这样下去的话 死是迟早的事情 听这莽隆族族长刚才发出悲痛的大吼 看来他对他女儿的伤势 也已经无能为力 这女孩对自己还算礼貌 既然遇到便顺手救他一命吧 顺便问问他们 那个罪恶深渊在哪 石峰低头俯视着下方蟒须怀中的长山 开口一声清南 跟着石峰的身形 朝着下方的蟒须降落而去 第1073章 本少不指望你们 身形朝着下方食物群中下落的石峰 右掌之上 已经有一道森白色符纹浮现 这道符纹 正是代表着生命法则的远古文字 运转这道源自于远古的生命古字 在以自己如今的力量催动 石峰很有自信 可以维持住这女孩的生命 很快 石峰的身形飘然而落 落在了蟒须的前方 望着一眼满是悲痛的蟒须 跟着在低头望向他怀中的美艳少女 长山 长山此刻虽然昏迷不醒 不过那张绝美白皙的脸上 还保持着极度痛苦的表情 蟒须头发都已雪白 此生就只有这么一个女儿 一直视为心头之肉 此刻这心头肉围在旦夕 她如何能不心痛 石峰淡然开口 对蟒须道 她身受重伤 既然你没有治疗她的手段 那便有本少来吧 你 听到石峰的声音后 蟒须先是一惊 然后视线从女儿的身上一开 缓缓抬头 望向了石峰 见到这名这段时间 忽然在这片大荒出世的神秘少年 蟒须一下子犹如抓住了救命稻草一般 连忙对他开口道 您真的能救我的山人吗 如若您能救我的山人 只要您有什么条件 我都答应您 我甚至 可以马上将蟒龙族族长 这个位置传给您 族 族长 族长 蟒须对石峰的最后一句话一出 蟒龙族众人 一个个脸色惊变 大声呼道 蟒龙族族长之位位高权重 一声令下蟒龙族人莫敢不从 怎能轻易传给这么一个外人 蟒须没有理会蟒龙族其他众人 面容满是坚毅与认真之色 目光一直凝视在石峰的脸上 等待他的答复 跟着 蟒须又道 不仅是我这族长之位 只要你能救好山人 我便将山人许配给你 当蟒龙族族长说出这句话后 蟒龙族中特别是那些年轻男人 一个个面露羡慕之色的望着 那个少年 长山 这是多少男子心中的梦啊 多少个夜晚 便是想着这么一个美妙的人而入睡 不少人真是恨不得 自己曾经也修炼一些治愈功法 或许可以治好长山小姐 抱上他那具美妙的身体 但是石峰听到蟒须的话后 却是双目半眯 面露不解之色的望向蟒须 道 本少何时说过要你这什么破族长之位 与你这女儿了 对于蟒龙族高高在上的族长之位 对于蟒龙族不少男子 甚至是整片大荒不少男子心目之中的女神 石峰根本没有半点兴趣 这一听石峰这话 蟒龙族族长一时间错愕在那 不知道该开口说什么 自己这高高在上 神圣不可侵犯的族长之位 竟然被他说成了什么破族长之位 这这可以说 对他蟒须 甚至是整个蟒龙族的侮辱 但是 蟒须就侮辱吧 蟒须就算心中不舒服 但他又岂敢当着这杀神的面发作 那不是自寻死路吗 怎么 你还不退开 是不是不想你这女儿活命了 就在这时 石峰再次开口对蟒须说道 不 自然不是 请您出手搭救 在下感激不尽 一听石峰的话 蟒须连忙开口应声 跟着双手向前逼出 将长山的那句郊区 逼向石峰 石峰左手探出 拖住了蟒须逼过来的长山后背 接着微微移动 在一股柔和的力量下 长山在他的手心之上悬浮而起 跟着石峰右掌朝着长山一掌拍出 拍在了他的手臂之上 那倒代表生命法则的远古符文 玄疾被石峰拍入到了长山的体内 顿时之间 一股绝强的生命气息 玄疾在长山的身上升起 山人感应到从长山身上升起的 这股生命气息 蟒须紧绷着的整个人 才跟着放松了下来 这时他怕影响到这少年对女儿的治愈 身形朝着后方缓步倒退 在这股浓郁的生命之力下 自己的心头肉应该不会有事了 跟着 莽虚又将目光移到了 那个神秘少年的身上 心中暗道 短短时间内 他从九星地极之境 拥有了连我都望尘莫及的强大之力 定然有着不凡的大奇遇 他应该是进入了一处仙人的遗迹 这神奇的治疗功法 看来也是从那处遗迹中所得 那遗迹 到底是一处什么样的宝地啊 让他年纪轻轻便有此成就 为什么我莽虚 就从来没有遇到过这等好事 望着时风的莽虚 在心中羡慕起来 身为武者 谁不希望碰到奇遇 然后一冲飞天 听说如今这片落山大荒的霸主 公孙太映 出生平凡 但就是年轻时候被上天眷顾 奇遇连连 才有了今时今日的地位 强大的天龙族族长龙侯 听说年轻人知识天赋 也是极其平庸 他有九个兄弟 各个都想争夺天龙族族长之位 但是有一次 不知龙侯从外面带回了什么 从此之后 龙侯的境界便是不断地突破 将他的一个哥兄弟 都给踩在了脚下 成就天龙族无上族长之位 在那道代表着生命法则的 远古文字治愈下 长山受创的伤势 正在逐渐地恢复 那张原先看上去一片惨白的脸色 如今都渐渐地出现了红润 这张美艳的面容上 痛苦之色都已经消失 恢复了甜静淡雅 此刻的长山 看上去就犹如一个安详的睡美人一般 而就在这时 时风将打入长山体内的生命之力一撤 那道代表着生命法则的远古符文 在长山体内消失 长山的郊区 缓缓地飘向了蟒须那边 蟒须伸出双手 将飘过来的女儿接住 感应着女儿长山此刻的气息 蟒须旋着的那颗星 已经彻底避放了下来 长山虽然没有彻底痊愈 但是如今的情况 已经没有了生命危险 现在的伤势 只要再养上一段时间 便将没有什么大碍了 多谢 多谢您 从今往后 只要您有什么吩咐 尽管开口便是 只要我蟒龙族能帮够到的 并然竭尽全力去做 望着前方不远的时风 蟒须的脸上满是感激地泄道 算了吧 就凭你们这个弱小的蟒龙族 本少也不指望你们能帮上什么大忙 听到蟒须的话 望着那一脸感激与认真的蟒须 时风如实说道 第1074章 罪恶三模主 算了吧 就凭你们这个弱小的蟒龙族 本少也不指望你们也能帮上什么大忙 时风这话 对于整个蟒龙族来说 算是一个极度的藐视 但是 蟒龙族的勇士们 以及他们的族长蟒须 听到时风这话 却没有胆量 也没有言辞去反驳 仔细想想的话 如果这个少年都无法做到的事情 这个少年都无法对付的强敌 他们蟒龙族 确实是更帮不上了 所以没人出言反驳这少年 如果出言反驳这少年的话 不但要面对着生命上的威胁 反而要自取其入 网恶原本脸上满是感激与认真 但是由于时风毫不客气的那句话 让他露出了满满的尴尬 这个人说话 未免也太直接了一点吧 时风没有理会此刻浮现这些 蟒龙族人脸上的表情 双目依旧望着前方的蟒须 开口道 不需要你们帮什么大忙 不过本少现在有个小忙 你去处理下 我们之间的恩怨 就一笔勾销了吧 您需要什么 听到时风这话 蟒须连忙开口 问道 时风说 给本少弄张地图来吧 从这里到罪恶深渊的地图 罪恶深渊 罪恶深渊 网龙族众人 当听到罪恶深渊这四个字时 一个个的脸上 浮现了金融之色 从他们的脸上 时风可以瞬间看出来 这个罪恶深渊 想必有些不简单 这罪恶深渊里到底有什么 竟然可以让你们变脸变得这么快 时风开口问面色同样出现金融的蟒虚道 您不知道罪恶深渊吗 原来我还以为你是从哪里说到这时 蟒虚意识到了下面不该说的话 连忙闭嘴 不过时风已经听出他下面要说什么 冷然道 你以为本少是从那个地方出来的人 本少是刚刚才得知那个地方 那个地方怎么了 那个地方出来的人又怎么了 不要再吞吞吐吐的 让本少听着不爽快 罪恶深渊 在我们蟒荒大陆的中心 那是我们蟒荒大陆 一处穷凶极恶之人的归所 听到时风的话后 这一次 蟒虚导也直截了当地开口说道 说完这句话后 蟒虚仔细地观察了一会时风的面色 见到时风依旧是那富无动于中的淡然之容 看来 他真的与那罪恶深渊无关 蟒虚这才继续开口 说道 罪恶深渊有三大霸主 叫做罪恶三大魔主 分别为罪恶炎魔主 罪恶破军魔主 罪恶暗黑魔主 也不知道什么时候起 罪恶三魔主将往荒大陆最中心的一片地狱 化为了他们的地盘 称之为罪恶深渊 是人只要进入罪恶魔渊 那便是罪恶深渊的人 前程往事皆一笔勾销 可得到罪恶三魔主的庇护 但是对于罪恶三魔主 那是必须的绝对服从 罪恶三魔主之令 绝对不得违抗 就算罪恶三魔主让他去死 那也必须的去死 无数年下来 我们满荒大陆上不少人犯下恶事 或遭强者 强大势力追杀之人 都跑入了罪恶魔渊 总的来说 进入罪恶深渊的 大都是犯下累累恶事之人 所以罪恶深渊也被称之为穷凶极恶聚集之地 听了罪恶对于罪恶深渊的介绍后 时封开口 道 划出一片地狱作为自己领地 受容无数罪恶之人 这么说来 这罪恶三魔主 很是强大了 那是自然 罪恶一副理所当然的模样说道 罪恶三魔主 是三个不知存活了多少岁月的人物 实力深不可测 恐怖至极 传闻之中 他们三人都已达到了九星半神之境的巅峰 离真神之境 都只差半步 听说罪恶深渊 由于收容的大都是穷凶极恶之辈 曾经遭到过莽荒大陆 无数强大势力联合起来的共同讨伐 但是如今 罪恶深渊依旧还屹立于我莽荒大陆的中心 罪恶三魔主 依旧掌管着那片区域 在那呼风唤雨 统治着罪恶深渊中的恶人们 那些恶人们是穷凶极恶之辈 但是这罪恶三魔主 乃是穷凶极恶之主 罪恶深渊 罪恶三魔主 九星半神巅峰 穷凶极恶之主 听着莽须所说的这些讯息 十风的嘴角慢慢地勾起 没有想到 自己要去的 竟然是这么一处地狱 对于很多人来说 那的罪恶深渊 比一些远古凶险之地 都要更加的凶险了吧 所以说 如果没有什么重要的事 还是不要入这罪恶深渊的好 这时 莽旭开口 以劝说的口吻对十风说道 刚才他救了自己的女儿常山 莽旭心中 对他还是心存着感激 罪恶深渊 本少有不得不去的理由 你给本少弄张地图就是 十风道 通往天恒大陆的路在哪里 这个罪恶深渊 自己又怎能不去呢 见到十风执意如此 莽须点了点头 叹息道 好吧 既然你执意如此的话 那我也就不劝了 不过这地图 还需等上一些时日 我命人去一趟个洛山 请酒藏大师 绘制一张从洛山大荒到 罪恶深渊的地图 你看如何 这什么酒藏大师 估计是精通网荒大陆的地理 绘制地图的人物 持风问道 需要多久时日 从这道个洛山 来回就需要一天的时间 再请酒藏大师绘制地图的话 怎么说也需要两天 一共三天时间差不多 罪恶答道 三天 持风心难着 跟着对罪恶点了点头 既然还有三天的时间 那么那天夜里 那个阎族部落所欠下的债 也趁着这时间去处理一下吧 跟着 时风道 我先去阎族部落一趟 掀灭了这个阎族部落再来 你们也尽可能地抓紧一下时间吧 呃 听到时风这话 莽虚发出了一阵轻恶之声 阎族部落 就离他们不远 那也发生在阎族部落的事 他也有些耳闻 听网达说 这个少年 差点死在了阎列的手上 而如今 这个少年未死 他又回来了 阎族部落 得罪了这个一个杀神 这下真的危险了 危机 即将在他们阎族部落领地降临 莽虚甚至心中有些庆幸 幸好自己那天夜里没有在莽龙族 如果自己那天夜里在莽龙族的话 想必也会跟阎族部落严烈一样 跟着少年交锋 如果真是那样的话 那么这少年现在要灭的 就不是他阎族部落 而是自己的莽龙族部落了 第1075章回到阎族 气韵有时候便是如此 莽虚那天夜里没在族内 让这杀神少年进入到了 阎族部落领地 如果莽虚那天夜里 在莽龙族部落的话 那么这一切 应该早已经变了 他莽虚那天夜里 没在莽龙族部落 说明他莽龙族部落 细数未尽 紧跟着 莽虚身前的石峰 身形一个闪动 已经消失不见 莽虚已经感应到 这个杀神 此刻正往阎族部落的方向 急速挪移而去 莽虚这时也望向了 阎族部落领地的方向 清南道 阎历啊阎历 你就自求多福吧 清南过后 莽虚低头又望向了 自己怀中的女儿 这时 她的身形也是一个 急速闪动 往家而去 此地的事也算结束 莽龙族众人 也纷纷往家中而回 或各司其职 先前在那小米换出的 银色飓风之下 虽有伤者 不过幸好银色飓风 被小米及时停止消散 一个个伤势并不严重 池峰的身形 在虚空中朝着 阎族部落领急速移动 这时 池峰的身旁 响起了那道苍老沙哑的声音 你确定要去罪恶深渊 嗯 没错 池峰很是确定地回答道 前往天恒大陆的路就在哪里 我必须地回去 你呢 你说过要与我一同去 天恒大陆看看 现在什么打算 我 你说的那个天恒大陆 我确实想去 说到这时 黑袍人的声音跟着一顿 看来因为回天恒大陆的路 在罪恶深渊 他开始犹豫了 对于那罪恶深渊 有些了解后 这黑袍人要进入 那个地方而开始犹豫 石峰觉得也是正常 跟着 石峰道 去与否 你自己考虑好 再决定吧 嗯 黑袍人轻声应道 不过这一次 他回应石峰的声音 不是那老头的声音 已经换成了少女清田之音 听到这道 舒心悦耳的声音后 石峰微微摇头 咧嘴笑了一笑 身下 已经是一片原始丛林 一棵棵冲天大树 如巨人般耸立 那天夜里 他劫持着 莽龙族少女小米 进入的便是这片丛林 在这里 还与那莽龙族的 二丛林莽聊一战 随着自己的身形 越往前方接近 石峰已经越感觉到 炙热的气息 这股炙热的气息 正是从前方传来 盐族部落领壁 望着远处大地之上 一个个翻滚着火浪的火山口 石峰的嘴角 勾起了一抹冷然的笑意 那天夜里 他差点便在这盐族领地 而如今 他带着强大的力量 又回来了 即将接近 盐族领地之时 盛行一个闪动 石峰在这片虚空之中 显现出了身影 跟着 石峰在虚空中跺步 一步一步地 朝着前方的盐族领地走去 沉默人 竟敢擅闯我 盐族部落领地 而就在这时 天地间忽然 响起了一阵 如爆雷般的大鹤 紧跟着 一道道火柱 从前方大地上的火山口中 不断地冲天而起 一道道浑山上下 燃烧着熊熊烈焰的身影 从那一道道冲天火柱中飞出 朝着石峰这边 急速破空而来 一个个气势汹汹 看来 自己还没有进入 他盐族部落领地 便惊动了这些人 朝着石峰 急速破空而来的 约有六十多道火人 一个个身上 散发着凶悍炙热的气息 石峰此刻的目光 凝聚在了飞在最前方的一道火焰身影上 没有想到 自己刚来这盐族领地 便见到了一个老熟人 火焰人群之中 飞在最前方那人 所散发出的火焰力量 已达九星五地巅峰之境 那天夜里 石峰进入这盐族部落领地 先对自己出手的 便是此人 此人的身份 好像是那个盐族族长的儿子 那夜他所发动的战绩炎杀 被石峰的剑技轻易破去 因此而深受打击 心境续乱 站在那一动不动 险些被石峰斩出的一剑给诛杀 要不是他老子盐烈及时出手 那天夜里 他便已经死在了石峰的 九幽灭天剑下 是 是你 而就在这时 那非在最前方的盐族部落伍 统领盐伦 旋即认出了石峰 惊呼了一声 跟着 盐伦身上熊熊地燃烧的烈焰 变得更加狂暴了起来 他的面目之上 也是有烈焰跳动着 面容在烈焰中若隐若现 宝然间可以看到 盐伦面露凶相 看来这么多天过去了 他对石峰的恨意犹在 现在再见到 仿佛比那天夜里更甚 这个人 就是这个人 与自己同为九星地级之境 但却轻而易举地 破去自己最强一级 让自己在族人们面前丢尽颜面 不仅在族人们的面前 更是让父亲觉得自己没用 没想到 你还敢来我盐族部落 不过你来了正好 那夜的耻辱 我盐伦正好可以洗刷了 朝着石峰急速破空的盐伦 发出了一阵冷然大喝 跟着 他对飞在身后的盐族众人喝道 你们都给本统领停下 此人 由本统领亲手了结 是 听到盐伦的话后 飞在他身后的数十道火焰身影旋即一顿 此刻 他们也已经认出来了 这个人 便是那夜闯入盐族领地的山巫族人 武统领盐伦 那天夜里就是败在了他的手上 也自从那的夜晚之后 武统领整个人就好像变了一个人 更加努力地修炼火焰之道 传闻前些时日 武统领还进入了传闻中的凶险火焰之地 火焰绝窟 火焰绝窟 乃是传闻中的一处绝地 进入此地能出来的人 少之又少 盐族族长盐列 传闻年轻之时 便是进入到火焰绝窟 从火焰绝窟出来后 已从一名武帝 成为了半神之境的绝强者 火焰绝窟凶险 在盐族部落人尽皆知 但是这火焰绝窟内 到底有什么恐怖的存在 恐怕如今这个世上 也只有盐列跟盐伦父子知道了 数十年来 进入火焰绝窟 也只有他们两人 是从里面活着出来的 而自从盐伦从火焰绝窟出来的那一日 人人都已发现 他整个人的气质 都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 甚至有人怀疑 盐伦进入了传说中的 火焰绝哭在出来 是不是跟他父亲盐列族长当年一样 已经从武帝之境 步入到了半神之境 第1076章 悦焰绝杀印 天色渐渐昏暗 飞幕即将降临 池峰身形未动 望着那独自冲飞而来的 盐族盐伦 池峰已经发现 今日所见到的这个盐伦 给自己的感觉 与那天夜里的盐伦 有些不同 境界虽然还在九星地级巅峰之境 但是此刻浑身上下所散发出的那股气势 是他那天夜里根本无法相比 那夜的屈辱 我言伦一直铭记在心 无时无刻 都在想着将你碎尸万段 因为你给的屈辱 我五道之心一直无法平静 不然的话 我在火焰绝枯之时 便可不入伴神之境 不过现在也好 你以前来送死 新手斩杀你后 我严伦 便可成功不入伴神之境 现在 便用你的这条狗命 来成就我严伦 步入绝世强者之路吧 严伦对着时风爆发出了傲然大贺 随着他的这阵大贺声响起 严伦右手成长 身上燃烧的熊熊烈焰汹涌而动 全树朝着他的右掌涌去 短短一瞬之间 火焰全树退去严伦右掌 是严伦显露出了他年轻壮硕的身躯 还有那张望着时风满是怒与恨的脸 时风已经感应到 严伦全身烈焰往他右掌凝聚 然后再在他的火焰之力催动下 正有一股强大的力量在他的掌上升起 这股力量已然超越了地级之境 达到了半神级 本少算是明白了 为何你此次见到本少 有着这么大的信心 原来是修炼成了半神级战绩 时风看着离自己已经越来越近的严伦 悠然出声 说道 我严伦今日能有此成就 可以说是拜你所赐 既然你已知晓如今我与你之间的差距 那么你便可以去死了 听到时风看穿了自己的手段 严伦不但没有生气 反而露出了傲然冷笑 说道 紧接着 严伦已经飞冲到了时风的鞋上方 然后一掌朝着他猛然拍下 与此同时 嘴中一声低喝 木燕绝杀印 严伦之所以飞到时风的鞋上方在发动攻击 因为那天夜里 他便是在这个角度 对时风发动的严足绝技严杀 但是严杀 却被时风给一箭破去 这一次 他要在同样的高度俯视着这个人 然后对他发动绝强一击 看着此人在绝望中 后悔中死去 严伦朝着时风一掌拍出之后 旋即间 一道巨大的火焰万字印在他的掌下浮现 然后朝着时风狂猛地轰击而下 这 这股力量 武统领的这股力量 好恐怖 这 这就是武统领 在火焰绝窟中的奇遇吗 浩强 刚才那山巫族少年可是说了 武统领可是修炼了半神级战绩啊 而且武统领他自己也承认了 传说中的半神级战绩 如今一切半神境以下强者 在武统领面前 都将如蝼蚁一般了 武统领修炼成了半神级战绩 看来我们炎族未来的族长 其他人也就不必再争了 本来就不用再争了 武统领 不对 如今我们该称呼他为少族长了 少族长 他可是从火焰绝窟走出的人物 这本就已经奠定了他族长之位 见到炎伦一掌轰出之后 感应到了炎伦那一掌的强大 炎族众人 惊呼阵阵 议论纷纷 一时间 人们好像把怒焰绝杀印下的那人给忘记 仿佛在这怒焰绝杀印下 那人已是必死无疑 不过紧跟着 人群之中 一道刺耳的声音 突凹地响起 可是你们可不要忘记了啊 这个邪恶的山巫族少年 那天夜里 可是与族长大人对抗 甚至 让族长大人受伤啊 呃 哼 如此一急 以为便可以要本少的性命了 你还是太天真了 池峰嘴角挂着不懈的冷笑 望着轰击下的烈焰万字印道 紧接着 池峰右手凝结剑齿 一指朝上 很是悠然地点出 点在了那看似狂猛的火焰万字印上 拳击之间 那道巨大的火焰万字印 竟忽然散乱而开 化为万千火球 洒落向下方大地 这片在不知不觉间 已经彻底沦为黑暗的天地 一下子变得绚烂无比 这一幕 着实震惊住了在场的所有盐族部落之人 指一指 竟然指这一指 就破了盐伦绝强的半神级战绩 慕燕绝杀印 武统领 武统领刚才那一集 真的是半神级战绩吗 该不会只是图有威势而已吧 绝强一集被迫 也有人对盐伦刚才那半神战绩的威力产生了怀疑 原本称呼他为少族长的这人 又改回了武统领 可是刚才那股力量的威压 不像只是图有声势而已啊 我刚才 已经在那股力量下战斗不已 又有人开口说道 难道说 武统领的力量 确实达到了我们所难以契级之境 但是这个人 确实达到了轻易一指 便可轻易破去那股力量之境 这一句话 一语惊醒了盐族部落众人 跟着一个个人 满是骇然地打亮着 那个脸上挂着一副淡然笑意的少年 我的怒艳绝杀印 这一刻 要说最震惊的 还是半神级战绩怒艳绝杀印 被石锋轻易一指破去的盐伦 自己以逆天天赋 以九星帝极巅峰之境 修炼成了这道半神级绝强战绩 刚才倾尽全力打出的一击 盐伦自信 就是自己的父亲严烈 都未必接得下 这可是玄傲无比的半神战绩 所以当盐伦见到石锋之时 虽然这人那天夜里挡下了好几次父亲严烈的攻击 最终逃跑之时还伤到了父亲 但是盐伦有着无比的自信 自己全力发动怒艳绝杀印 可以将这个人给轰死 只要杀死这人 那天夜里留下的心理阴影便可从心中彻底抹除 盐伦便可坚定自己的武道之心 冲击绝强的半神之境 但是盐伦万万没有想到 自己这绝强的一击 竟然被他轻易一直给破了 他竟然 他竟然 如此轻易地 便破灭了我的怒艳绝杀印 盐伦双眼瞪得无比的大 望着洒落大地的万千火团 第1077张言列来了 盐伦愣愣地望着洒落大地的万千火团 虽然绚烂无比 虽然看着视觉上无比的享受 但是盐伦 哪里有那颗去欣赏焰火的心情 一时间 盐伦已经失神 就连石锋身形一动 挑到他的身前 他都仿若未觉 随后 石锋的左手 朝着这盐伦缓缓地伸了出去 开口道 就凭你这喳喳也想杀本少 就算在修炼隔一百年 本少杀你 也如蝼蚁一般 石锋说着 左手已经一把捏住了这盐伦的脸面 盐伦被石锋这么一捏 从失神中猛然间惊醒过来 石锋刚才的话语 如同魔音般在盐伦的脑海中回荡起 你 你放开我 紧跟着 盐伦冲着捏住自己脸面的石锋 沐声咆哮道 脸面被人给用手捏住 这对于任何一个人来说 都是极大的羞辱 更何况 是被这个人给捏住 自己原本是要找这人洗刷耻辱 但是现在 却受到了这更大的羞辱 啊 盐伦怒火中烧 旋即间 发出了一阵诺然大吼 右手成拳 朝着石锋的左手手臂轰击而去 看那架势 仿佛 仿佛要将石锋的这只手给轰爆 就是这只手 让自己此刻在人前受到羞辱 自己 可是未来的盐族部落族长 受此入 今后怎能服众 哼 见到盐伦再度轰来的一拳 石锋发出一阵满满不屑的冷哼 道 你以九星地极之境 对本少发动半神战计 力量早已经耗空 就连那半神战计都无法灭杀本少 这一拳 你也有脸朝本少轰打 石锋说着之时 右手屈指 朝着盐伦轰来的一拳弹出 碰壁一阵暴响 盐伦那狂猛轰来的一拳 竟然被石锋又看似轻易地 一直给弹得爆裂 啊 啊 一阵又一阵痛苦的哀嚎声 从盐伦的嘴中嚎叫出 鲜红的血液 从盐伦被废的右手上狂猛喷剑 远处的盐族部落猪人 听得盐伦那如杀猪般的嚎叫 见得他的右手被吠 鲜血狂见 一个个看得心惊 身形都忍不住向后倒退 想离那原点 就连强大的武统领都无法抵挡 那个山巫族恶人 被折磨地发出哀嚎 就更别说是他们了 这时 有一个反应过来的盐族之人道 快 我们快去找族长大人 外敌来袭 外敌来袭啊 是啊 找族长大人 外敌 邪恶的山巫族来袭啊 一个盐族勇士喊出声 众人旋即反应过来 顿时之间 一道道烈焰火柱 从他们的身上升起 总共六十多道火焰大柱 冲上夜空 这是他们向盐族部落发出的信号 外敌来袭 哦 时风这时也看到了那些盐族之人身上冲起的一道道烈焰火柱 发出了一声轻落这时 脸面之上满是痛苦猙獰之色的盐伦 冲着时风怒声咆哮道 今日之仇 我盐伦算了记下了 日后 我盐伦定然千百倍偿还给你 日后 听到盐伦的咆哮声 时风将望向前方的目光收回 如看傻子般的看向这盐伦道 你对本少动了杀星 也想有日后 理想多了 对盐伦说这话之时 时风的脸上满是信悦与嘲讽 而就在这时 时风的右手之上 一道血色光芒闪耀 半神级战兵嗜血长剑 出现在了他的右手之中 跟着 时风握着盐伦脸面的左手松开 右手一动 一剑刺向了盐伦的咽喉 啊 不 不要 盐伦忽然见到那锋利的血色长剑 泛着冰冷的血色剑芒 朝着自己的咽喉刺来 他瞪大着双眼 一时间 他有些不相信发生在自己身上的这一切 我 盐伦 不是爵士天才吗 我日后 不是也要成为白牙龙县 行傲那样 这片大荒的天骄人物吗 然后再继承我盐族部落的族长之位 带领我盐族 走向前所未有的高峰 怎么会 怎么会 那些事情 都还没有实现 我盐伦 怎么会死啊 不 不会的 我盐伦可是从火炎绝枯中走出来的天才 我不可能就这样便死去 关键时刻 定然会有人救我的 我一定不会就这样死的 一道道念头如闪电一般 在盐伦的脑海之中急速闪过 就在盐族六十多名勇士 身上冲起六十多道冲天火柱之后 盐族领地之中 一道道冲天火柱 不断地冲向夜空 这片天地 已经火光通天 亮如白昼 整片天地之间 温度都在跟着急剧上升 一股股炙热的气浪席卷汹涌 一道道燃烧着烈焰的身影 从一道道冲天火柱中冲出 密密麻麻 如一团团大火球似的 朝着石锋这边急速飞射而来 而就在石锋一剑刺向盐伦咽喉之时 忽然之间 石锋感应到一股无形的力量在上空出现 朝着自己猛然降下 又是如此熟悉的场景 如此熟悉的力量 那天夜里 九幽灭天剑的力量即将将这炎伦给灭沙石 就是因为这个人的出现 救下了炎伦 而今天夜里 这人同样在炎伦即将要被灭沙石出手 他此刻不仅发动攻击救炎伦 还要以那股无形之力来灭沙自己 不过 此刻的石锋 早已经不是那天夜里 只会挣扎反抗的石锋 哼 终于来了 炎祖祖掌 感应着那股降下的炙热无形之力 石锋冷笑着道 这时石锋换成了左手屈指 半神之力在指尖浮现 屈指一弹 扑 赤血长剑 在炎伦满是惊恶的目光下 一剑刺入了他的咽喉 炎伦临死之际 确实有人救他了 还是他的父亲炎烈 但是这一次 炎烈并没有将他给救下 在这少年的力量下 如今他的父亲炎烈 也已经无能为力 不仅如此 呃 忽然之间 一阵痛叫在这片天地间响起 当炎族部落之人看到武统领炎伦被那少年一剑刺穿咽喉 当他们听到这阵痛叫 一张张烈焰之下的面目玄机惊变 这发出痛叫的声音 像极了他们族长大人炎烈的声音 第1078章宣判炎族命运 呃 一阵像极族长大人的痛叫声 令炎族之人一个个脸色大变 刚才石锋一剑刺向炎轮时 一股无形炙热的力量将他笼罩 不自亮丽地想将他灭杀 结果石锋左手凝结半神之力屈指一弹 不但将那股无形之力给破去 更是射出一股无形劲气 击中了躲在暗处的炎族族长 炎烈 持风上空之中 一道浑身上下透着黄者般气势的中年男人身形显现 正是那炎族族长炎烈 不过此刻的炎烈 已没有那天夜里高高在上的气势 嘴脸挂着一缕血丝 双目瞪大 满是震惊地瞪着下方 下方之中 他的儿子炎轮 身躯正急速地干扁了下去 活生生的一个人 很快便沦为了一具像被榨干了水分的干尸 但是炎烈此刻 却是已比他儿子身亡更加震惊的目光 凝视在了那道年轻的黑色身影上 曾经差点死在了自己手中的这人 竟然以意志之力破去自己绝强的一击 还将自己给震伤 短短十日 他竟然达到了这等高度 这段十日 他究竟有什么奇遇 李终于舍得出来了 池峰抬头望着那炎烈 嘴角还挂着冷然的笑意 右手一动 将刺入那具干尸咽喉的嗜血长剑抽出 干瘪的干尸 随即朝着地面掉落而去 池峰的身形一个闪动 待他在出现之时 已经出现在了炎烈的身前 你 而当炎烈只说出这一个你字时 池峰左手抬起 直接朝着那炎烈一巴掌扇了过去 你 啊 放肆 见到时风直接朝自己抡来一巴掌 炎烈顿时爆发出一阵猛然大喝 自己乃堂堂炎族部落族掌 在炎族部落 自己便失望 他岂干受如此羞辱 顿时间 一股绝强的气息从炎烈的身上升起 他竟然 直接燃烧了他的本命晶元 李这小畜生 真当我炎烈好气不成 本命晶元燃烧 炎烈尽到时风抡来的一巴掌 面露猙獰的狠色 他的右手成拳 将全身之力都凝聚到了他的右拳之上 朝着时风那回来的一掌狂暴轰出 不愧为炎族族掌炎烈 燃烧本命晶元轰出的这一拳 竟然已达一星半神巅峰之境 炎烈已经将一切 都寄托在了这一拳之上 就算自己修为大损 也要将这个威胁铲除 哼 燃烧本命晶元 以为就很强了吗 炎族族掌 时风见到炎烈反抗 不屑地道 挥出的巴掌仍然不停 继续朝前挥打 紧接着 炎烈的一拳 已然跟时风的那一掌 撞击在了一起 啪地一声 一阵催鸣声响起 炎烈的脸上 挂满了满满的震惊之色 自己这权力一击的一拳 竟然没有轰抱着人的手掌 自己的拳头 反而被震得向后飞甩 犹如杂耍一般 而这时 时风的巴掌 继续朝着炎烈的脸面 扇了过来 转瞬便道 不 不 巴掌到来 炎烈瞪大着双目 发出了两声极度不甘的大吼 当着这么多 炎族之人的面 被扇脸面 这对于他来说 彼此还要难受 但是无论炎烈 怎么的不甘 却无法改变那一巴掌扇来的轨迹 啪地一声脆响 在炎烈的脸面上响起 池峰当着炎族部落数千人面前 重重地扇了他们族掌炎烈一个巴掌 给炎烈的面目上 留下了一道清晰的五指掌印 族 族掌大人 这 这邪恶的山巫族人 他 竟敢啊 他 可 可 啊 怎么会这样 族掌大人 族掌炎烈被人扇了一个巴掌 炎族之人 一个可异常难受 族掌大人的脸当着众目睽睽之下被扇 这就好比扇在了每一个炎族之人的脸上 啊 而炎烈 这一刻如发了风般地大吼起来 整个人看上去都异常的狂暴 哼 高高在上的炎族族掌 望着这进入狂暴状态的炎烈 时锋冷冷说道 当夜本少 不过是无意中进入到了你这炎族领地 而本少那时说马上离开 但是你们 高高在上的炎族 高高在上的炎族族掌 却是不依不饶 要置本少于死地 时锋对着炎烈开口 与其变得越加的冰冷 理这涅序 就是该死 我恨 我悔 那也没有将你这个小畜生给狠狠灭杀 炎烈冲着时锋咆哮 哼 你现在 回忆没用 今夜 便将是你的死席 而且死在本少手中 你将魂飞魄散 化为一具面目全非的干尸 时锋在而冷冷地说着 握在手中的嗜血剑 朝着炎烈一剑刺了过去 炎烈先前燃烧本命晶圆 对时锋发动全力一拳 力量早已经耗尽 如今时锋这一剑刺来 他根本已没有力量可以反抗 时锋这一剑 心而易举地便刺入了这炎烈的心口中 然后从他的后背穿透而出 呃 一阵痛苦的身影 从炎烈的嘴中和吼出 他弓着身 抬着头 狠狠地瞪着时锋 族 族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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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族长炎烈的身体被冻穿 这时 炎族之人 发出了一阵阵悲痛的大吼 而紧跟着 在一道道目光的注视下 炎族之人看到炎烈的身躯 急速干瘪了下去 嗜血剑吞噬血液 炎烈 很快遍布上了他儿子炎伦的后尘 化为了一具干瘪无比的干尸 魂魄 也很快被石锋给吞噬 石锋将嗜血剑抽出之时 炎烈的尸体 掉落向了下方大地 随后 石锋的头缓缓抬起 目光扫向了前方 扫向了那密密麻麻 燃烧着熊熊烈焰的火人 炎族部落 石锋这四个字刚说出口 突然感应到 手中的嗜血剑 微微颤明了起来 将颤明的嗜血剑放在眼前 石锋说 看来刚才那两人的血液 根本无法令你满足 不过不要紧 这些人体内流淌的鲜血 今夜都将归你 今夜炎族之人 一个不留 今夜炎族之人 一个不留 今夜炎族之人 一个不留 这片火光通天的天地间 顿时回荡起了石锋 这句淡然的话语 但是听在炎族数千人的耳中 仿佛是死神 对他们的生死进行了宣判 第1079章炎族不存 今夜炎族之人 一个不留 石锋淡然开口 对着这数千名炎族部落之人 宣判了死刑 炎族部落 就连他们最强大的族长炎烈 都死在了石锋的手中 以石锋如今的力量 确实有这个资格掌控 他们的生死 而就在石锋话语 想起之时 炎族的数千人群 顿时骚动了起来 炎烈已死 如今的他们 已是群龙无首 紧跟着 一道道火焰身形旋即转身 如坐鸟受散 朝着四面八方飞射而出 为了能够活命 炎族之人选择了逃亡 远离这个杀神 一时间 这片天地一下子 变得更加造乱起来 而石锋 望着前方已变为一片混乱的人群 并没有其他的什么举动 面色依旧一片平静 望着这片混乱人群之时 石锋的脸上 慢慢地浮现了仿如猫看群属四处逃窜的戏虐表情 没过一会儿 顿时间 这片天地响起一阵阵惊恐无比的声音 怎么回事啊 这片天地 已经被一股神秘的力量给封锁了 不 不好啊 完 完蛋了 都要死 我们炎族部落之人 都要死啊 他 早就想将我们赶尽杀绝啊 这就是个杀人不眨眼的魔头 望着陷入更加混乱的鼠牵炎族人 石锋冷笑着道 本少说过了 惊艳你们炎族之人 一个不留 不知不觉间 石锋已在这片小天地 布下了九幽峰天阵 已将这片小天地的空间封锁 不甘心的炎族之人 不断地发动攻击 轰击前方的虚空 希望破开一道逃生的路 但是就这些炎族之人 又怎能轰破得了石锋部下的玄阵 就在这时 石锋的身上 忽然爆发出了狂暴的血色猎 散发着无比强大阴冷的气息 血色猎焰一出 便如同一头洪荒凶兽出世 朝着石锋前方的虚空开始奔腾 扩散 肆虐 疯狂席卷 你们这些炎族之人 一个个修炼火焰之力 本少便叫你们看看 什么叫做真正的火焰力量 本少今夜便用这天极火焰 将你们这个炎族部落埋葬 石锋淡然开口 说这这火焰冰冷属性的阴性火焰 好强 好强大啊 我体内的火焰都在他的火焰下逃避退缩 阎族部落之人 当一个个看到席卷这片天地的血色烈焰之时 一个个的脸色更是惊骇地大变 这疯狂涌来要焚毁他们身体的火焰 是他们根本无法抵抗的存在 修炼火焰之力的他们最明白 被火焰活活焰烧致死的痛苦 退路被封 强大的火焰焰烧席卷 数千炎族部落之人 此时真可谓已经到了上天无路 入地无门的处境 不 不要 我不想死 我炎云 与你根本就无冤无仇啊 面对着即将到来的死亡 人群之中 有人惊恐地大喊道 我炎芳 也与你无冤无仇啊 不要杀我 不要杀我啊 求你了 只要你不杀我 我愿认你为主 今后听你调遣 永不违背 要焚烧他们的火焰离他们越来越近 声音一声响过一声 一声比一声悲痛惨烈 不过时风 对那些声音根本就无动于衷 无冤无仇 他炎族 那是与自己有着已经无法化解的生死大仇 这些人 在自己来炎族找炎烈报仇时而化身烈焰 气势汹汹地从炎浆洞口中冲出 然后朝着自己气势汹汹地破空冲来 现在说与自己无冤无仇 他们从炎浆洞口中冲出的那一刻 便已注定他们要不他们族掌炎烈的后尘 很快 这一片天地已经沦为了血色火海熊熊燃烧的火地 数千道燃烧着烈焰的身躯 旋即便被这片血色火海给吞噬 若山大荒岩族部落 顷刻间毁灭 一道道阴魂穿梭于血色火海之中 不受控制地朝着石峰急速飞射而来 一股股鲜红的血液 也在朝着石峰这边奔涌 被视血剑不断吸入 而就在这时 石峰右手一松 让视血剑继续在这火海中 自行吞噬着血液 他的身形飞冲而上 穿梭层层滚涌的血色火海 石峰早就感应到 自己灭杀这炎族部落之时 一道道人影 也不断地从炎族部落外的各个方向出现 自己与炎族部落的一战 看来吸引了不少人过来 石峰的身形依旧在血色火海中不断上冲 紧跟着 猛地从血色火海中冲出 才停止飞行 石峰冒利于血色火海之上 双手别在身后 灵魂之力感应四方 石峰淡然开口 说怎么 你们还要看到什么时候 如果你们想要本少性命 那便现身吧 如果不是 那便给本少 滚 石峰说到最后一句时 声音终满是冰朗 他的这道声音 已经在这片天地间回荡开 而当他的这道声音响起之际 石峰已感应到 好几道身影 已开始悄然退去 看来石峰灭了这个炎族部落 对一些人已造成了足够的威慑力 炎族部落在这片大荒 虽然不是一个很强大的部落 但是在这片区域 也算得上挺有实力 一些自认为不如炎族部落的人 自然而然地越退越远 免得不止自己身亡 还连累了自己整个部落 断子绝孙 上对不起列祖列宗 下对不起自己的部落之人 邪恶的山巫族小畜生 真是让我地罗好找啊 你这小畜生 终于肯现身了 而就是这时 一道如闷雷般的大和声 从北边方向猛然乍响 随着那道报鹤一响 那片区域的大地 都在跟着猛烈的震荡 散发着一股浓郁的大地气息 池峰转过身望向那的方向 道你是什么人 既然想找本少找死 报上名来 池峰的声音刚落 那道声音紧接着又响 沉闷鹤道 哼 小子 你竟然还敢问我是什么人 我地族的地义你可记得 紧接着 池峰便感应到一股带着浓烈杀气的身影 朝着自己这边急速接近 听到那人的话 池峰冷然道 什么天意地义 本少没有印象 如果你想过来送死 本少现在就送你归西 第1080张半神战记 山荒 什么天意地义 本少没有印象 如果你想过来送死 本少现在就送你归西 池峰确实是想不起有个叫什么地义的人 不过听这人的话 应该是与自己有仇 对于池峰来说 如果有仇的话 那就更不会有什么印象了 谁让他的仇人 实在是太多太多 就算在这片大荒 他的仇敌大道公孙太印这样的大荒霸主 小到像莽龙族部落那样的二统领 莽辽 在远古遗迹之时 其他各族部落被自己灭杀过数十人 很多人 石峰都根本不知道叫什么 不过既然是跟自己有仇的话 那么那些人 就必须得死 因为自己的仇人 都是自己必杀之人 拳击间 一道身影在石峰前方的虚空一个闪动 一道穿着看似坚硬无比的土色兽皮甲 身材魁梧壮硕的中年壮汉 显现出了身形 中年壮汉整句壮硕的身躯 在下方那片血色活海的火光之下 被映照第一片通红 脸上满是仇恨地目瞪着石峰 模样看上去满是凶恶暴力 一看便知道与石峰有生死大仇 此人便是帝族部落的至尊 帝族族长帝罗 帝罗冲着石峰怒吼道 你杀了我人地义 却说你不认识我人 杀人却不敢承认 原来也是孬种一名 小畜生 那你可否认识我帝族至宝 大帝神中 不 大帝神中 一听那大帝神中 石峰的脸上才露出了恍然之色 对这帝罗道 本少做事一向敢做敢当 从来不会做了不承认 之所以对你儿子没印象 那只能怪他太废物了 杀我人 夺我帝族至宝 竟然还在此侮辱我人 你这小杂种 我帝罗 要将你碎尸万段 再拿你的肉末喂狗 帝罗再一次爆发出了猛然大喝 全身之力 早已在他的拳头上凝聚 朝着前方 一拳狂猛地轰出 在帝罗的大帝之力下 一座巨大的山峰 在他的身前显现 随后那座巨大的山峰 朝着石峰狂猛地撞了过去 小畜生 面对我帝罗 你竟还如此狂傲 难道你以为 我也是像炎烈那等货色的半神强者而已 望着轰向石峰的那座巨大山峰 帝罗冷冷喝道 一星半神战绩 望着轰击而来的山峰 石峰清难 难怪这人对他自己有着那么大的自信 赶来找自己寻仇 以一星半神之境发动一星半神战绩的力量 确实不是炎烈 炎伦之辈可以相比 不过这帝罗 今天夜里很是不幸 他虽然遇到了一名一星半神境的半神强者 但是这半神强者 可是连二星半神强者都可灭杀的石峰 石峰的右手之上 暗黑色的雷霆缭绕 随后石峰朝着那座巨大 看着仿佛拥有无比强大力量的山峰 一直点出 轰缭绕着暗黑色雷霆的一指 跟那座巨大的山峰碰撞在了一起 紧跟着便发出了一阵剧烈无比的暴鸣 这阵暴鸣 竟然是那座巨大山峰轰然破碎声音 山峰破碎之后 化为一块块密密麻麻的石块 朝着下方的血色火海中掉落而去 这帝罗的半神级战绩山荒 竟然被破去了 这可是传说中的一星半神战绩啊 此人 此人能够灭杀炎猎 灭掉炎族部落 果然拥有不凡实力 我的走 我可不想被这样的人给盯上 在石峰一拳破去那座巨峰后 远处的各个方向 旋即响起了一道又一道的惊呼声 跟着在石峰那一拳的威慑下 又有不少身形 悄然间退去 一指破去一星半神打出的绝强战绩 这在洛山大荒 已不是一般部落能够得罪的存在 我的山荒一击 怎么会这样 这怎么可能 帝族族长帝罗 见到自己的绝强一击竟被一指点破 瞪大双眼 难以置信的大吼道 又是这般熟悉的话语 这些年来 这些话听在石峰的耳中 都快听出了老姐 不过石峰也不能怪他们 他之所以让一个格以这副姿容 说出这些话语 是他自己以逆天天赋 一次又一次地 做出别人难以置信的事 打破了一次又一次的武道常规 老东西 不就学了一招半神级战绩 便在本少面前耀武扬威 哼哼 本少现在就送你 跟你那的废物儿子团聚 视线穿透前方密密麻麻的落实 望着那面容震惊无比的帝罗 石峰冷横道 紧跟着 石峰的身形一个闪动 待他再次出现时 已经出现在了那的帝罗的身前 不 帝罗见到石峰到来瞪大着双眼 身形竟然不由自主地朝后倒退 看到石峰 帝族部落至高无上的族长帝罗 竟然都害怕了 本少很可怕嘛 见到帝罗被吓得倒退 石峰冷笑着问他道 跟着闪耀暗黑色雷霆的右手长爪 直接朝着帝罗的脸面抓了过去 石峰根本不会去管他什么身份 根本不会顾及他的什么颜面 他是想要取自己性命的敌人 自己想要怎么将他击杀 就怎么将他击杀 欺人太甚啊 见到石峰右手抓来 帝罗发出了怒然大吼 旋即间 他的身形变一个闪动 消失不见 但是就在帝罗的身形刚闪动之时 石峰的身形也是一个同时闪动 与他同时消失 当这两道身形重新再出现时 已经出现在了远处的夜空之中 但是此次的出现 石峰闪耀暗黑色雷霆的右手 已经抓在了帝罗的脸面之上 你 杀了你 我要杀了你 脸面在众目睽睽下被人抓 帝罗旋即又是一阵怒然大吼 今后 他帝罗还怎么在落山大荒台起头 如果这是被传回到帝族部落 他这个族长 还怎么面对自己的族人们 我帝罗 总有一天 会将你碎尸万段 帝罗再疑似如发狂的野兽般咆哮 但是总有一天 石峰又岂会给他这么一个机会 石峰冷笑开口 说 你想多了 当石峰这句话落下 旋即间 手上的暗黑色雷霆 已涌入到了帝罗的脸面上 啊 一声撕心裂肺 痛苦的嚎叫之声 从帝罗的嘴中吼出 帝罗此刻闪耀黑色雷光的脸面上 竟是痛苦与猙獰